每位都好 今天是2月14号 你们没有去过节 然后还在这里学习 最近在跟做很多IT圈的朋友 或者老同事在讨论一个观点 就是说产品经理这个的话 有人觉得他最终可能有点像这个CEO什么的 就是产品经理的话 可能他走的向的趋势 每个人他都会需要要懂数据的技术 而数据技术的核心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汇报的这个数据仓库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每一个产品经理的话 可能都需要就疫情过后 或者说未来的时候 每一个产品经理都会变成数据产品经理 那数据产品经理实际上有一个核心 是对数据仓库的一个 数据仓库解决方案的一个出来 那数据仓库的解决方案的话 我们上期只是给大家讲了一个 我自己做过了这个Nadanda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呢 他只是具有自己的一个 特色 这个特色是什么呢 那我们一起简单的回顾一下 因为上次课有的同学没有做过这个数据产品经理 或者说没有做过数据的话呢 会有一些陌生 实际上数据仓库 他还是从需求出发的 数据仓库的需求 数据仓库的需求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 实际上是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对吧 数据仓库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做数据仓库 更多的还是因为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需要统计 你统计的话 你不是要做报表吗 报表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还需要做那个推荐系统 推荐系统需要庞大的数据量做支撑 而且还要有好的综合的算法 你还要做用户画像 还要做什么 还要做这个新产品的幅画 比如说抖音 它能幅画出来这个多散 那抖音它能幅画出来这个TicCoke 这种就是新产品的幅画的支持 新产品幅画 幅画的这个数据支持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指导经营决策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数据仓库 讲了这么多 首先是产品经理 有一个趋势 都是做成了数据产品经理 那数据产品经理肯定是要懂一些技术 但不是说 所有的表都是产品经理去写的 这边的话 给大家再做一个区隔 数据仓库的话 是从这个需求出发 那这个需求 我们往下去去怼的话 怎么怼 上级客给大家怼了什么 上级客给大家怼了 就是这个表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分析一下 用户的购买产品 然后这个订单的一个分析 还有什么分析 还有产品评论的分析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从需求出发 就是数据仓库是从需求出发 数据仓库从需求出发 为什么我们数据产品经理要学 是因为所有的产品经理 都有一个变成数据产品经理的趋势 那数据产品经理实际上 有一个核心 是搞定这个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的话 它有几个特点 这边也给大家讲了 数据仓库的行业实际上 是这四个特点组成的 这四个特点的话 比如说我们有什么 有用户购买产品的这种主题 有这个订单的主题 有这个产品评论的主题 这就是面向主题的这个特点 那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比如说今天我们点击这个Nazada 跟上 跟前大前天的时候 我们点这个Nazada 它给到这个 存到它的数据库里面 它经过ETL抽取它数据库里面的数据 去更新到数据仓库里面 那这个就是对数据仓库来说 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那另外数据又是集成的 为什么是数据集成的 这是Nazada的首页 那Nazada的话 它还有很多什么 还有这是它的一个首页 Nazada还有背影了后台的ERP系统 CM系统 那这些不同的数据 它是不是到数据集成到数据仓库 还有一个就是数据仓库 它还有个个点 就是信息的相对稳定性 比如说Nazada 它可能是采用T加E的一个时间维度 T加E的意思就是指 今天的数据 然后凌晨24点以后 然后才通过 大数据的处理方式 把这前边的数据 通过层层的一层一层 因为数据仓库是分层的 这边也给大家讲 数据仓库的时候是分层的 一层一层的 然后加载到什么 加载到这个数据仓库中来 所以数据仓库是有这样的 一个四个特点 这四个特点的话 大家就结合自己的业务 我这是结合我自己做过的 这个产品的一个业务 来来累解这个数据仓库 那另外的话 我们要不要做数据仓库的话 就是看这个行业底层 有没有成熟的OLTP 然后你的产品 有没有这个数据量大 数据的密集程度 上节课主要是讲到这里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话 这是一种就是所谓的 很牛的专家 他们的一种对数据仓库 理论的一种提升 我主要是讲的是大白话来解释 这是从三节课延续到现在 那我们接着去补充 数据仓库自己的一些 这个做产品的一个经历 大家可以一边看这个 我给大家写的这个PPT 然后也可以看我这个 给大家的版演 这样的话就两者结合 我们作为产品经理 知道了数据仓库是核心 那我们这个需求的话 上次是我给他分 我根据哪吒打 我给他分析成了什么 分析出来的是 是这个就是 用户的这个购买产品分析 订单分析 产品评论分析 还有什么 还有货物货运分析 还有销售分析 支付分析 库存分析 一面点击分析 那如果说这个数据仓库 你是构建在你自己的产品上呢 不是构建在我的产品上 我曾经做过的产品上呢 那你就要把什么 把这个数据分析 把这边的数据分析的什么呢 就是用户购买 你的产品有 需不需要用户购买 需不需要上的主题表 所以产品经理应该做什么 给大家讲一下 产品经理在数据仓库的时候 因为已经给大家 从零到零 讲了一个数据仓库 那我们产品经理应该做什么 数据仓库 产品经理 做的是什么呢 这个的话呢 还是需求 这个需求的话呢 是自己 自己业务的核心需求 这个业务的核心需求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上几个 那在大里面 是说这个用户购买 产品分析 用户购买的时间 用户购买的地点 用户购买的商家 用户购买的频率 用户购买的这个 选择的物流 用户购买的支付方式 这是一种需求分析 这是BI部 需求分析 从这 就我们收集产品经理要知道 在构建收集仓库 收集仓库的时候 我们要输出什么 第一步你要输出数据分析 这个数据分析的话呢 是千人千命的数据分析 我Nazada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下面的话呢 还有给大家举一个 另外我自己去做这个 做这家公司的 数据仓库的一个小顾问 然后做他的这个 小顾问的一个例子 他有点问题 跟Nazada就不一样 但是他依然需要 这个数据分析 需要这个 就是数据仓库的数据分析 所以这个需求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要输出什么 是不是要输出 这种维度的一个思考 比如说叫维度的一个表 这个维度的表 这个维度的表 不是指技术 就是你的开发 能写代码的那个人 在后台写的那种表 这个维表不是那种表 能够写 就是技术开发工程师 设计的那种表的 就是一个一般情况下 是一个那个列名 对吧 然后写上那个ID 写上什么什么 然后写上描述 写上类型 写上长度 一般是这种情况 对吧 写过代码的我们都知道 但是能够写那种代码的时候 如果说你没学过数据仓库 设计的方法的话 你可能写不出来 就是前面这个维度表 因为这个维度表 是紧跟着业务需求分析来的 那我们上节课 我的业务需求分析 我给大家分析的是 是哪几个 我们回顾一下 再同时回顾 然后再补充一些新的 那个自己的经历进来 然后这个维度分析 我是怎么分析 我是说这个用户购买 对吧 用户购买 用户购买产品分析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这个产品分析的话呢 我又给大家列了很多那个点 比如说第一点是购买的商品 品名购买的时间 购买的地点 然后支付的方式 选择的货运方式等等 是不是 我给大家讲了 这是维度分析 那这个维度分析的话 是不是有很多点 我自己至少也写了好几个吧 包含定的还有定单的 你可以并列嘛 对吧 跟这个用户购买产品分析并列了 你还可以拆分成什么需求 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公司 比如说 你可以把它分成一个那个分析的角度 就根据你将来这个数据仓库 到底能够支撑什么业务 你来去思考 比如说你可以产品访问分析 然后这个购乱分析 为什么那个啤酒 跟妖物饰放在一起好卖 为什么啤酒 跟安全套放在一起好卖 这个都是 作为数据仓库的人 经常会思考的问题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补充一点课外知识 就是需求分析 是签产品签1000个面孔 那如果说是爱奇艺的话 他就会分析什么 一个用户是喜欢看电视剧 还是喜欢看电影 用户是看这个奇修直播 还是看什么 这个都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需求分析 是根据具体业务来的 好 有了这个具体的业务 下一步的话 我是不是帮大家去购了这个围表 围表的话 我举了哪些例子 你如果说现在在构建公司的这个 说唱的话 也可以这样从零到一 都会给大家汇报 然后现在我们再看 这个维度怎么回系 比如说这个日期 日期委 首先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实时的知道 我们建的这个围表 不是我们的后台程序员 写的那个物理设计的 那个后台那个组件那个表 这个围表是产品经理 或者说是数据仓库的负责人 或者说是这个项目经理 不管是谁 反正就是数据仓库的产品经理 他一定是他来主导这个围表的设计 因为没有人更比这个人更懂 这里面到底需要什么维度的 维度的思考 这个维度的思考 就这个产品的主人去决定的 好 那日期委的话 我是不是给大家画了那个 分成的一个模型 写了那个年 年月日 然后又又进行了一些那个什么 画婚年 然后什么月日 然后的话呢 还对应上啊等等的 这种分法 对吧 还有那个季度 对不对 然后还有那个周等等 天 然后这种分法 时间一直到秒 所以的话呢 就是这个是维度 这个维度表是从哪里来的 这一步的维度表是从哪里来的 实际上这一步的维度表 是从我们数据产品经理 数据仓库的负责人 对这个需求分析得来的 这个维度 所以这是 这是这一步 我们要输出的 就是这个从零到一的 数据仓库 从零到一构建一个数据仓库 你怎么样构建 对吧 你需要每一步要输出什么 你整个数据仓库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 叫做数据仓库的解决方案 从零到一的解决方案 对吧 产品经理要输出一个解决方案 对吧 你要不要做 要不要做数据仓库 我们讲了 你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 好吧 你根据这样的一个 就是从业经理 然后你可以去判断一下 需不需要做数据仓库 那既然要做 假设要做 那对的话 就是一步步的话 就是往下怼 这样怼 那建了维度表 建了维度表的话 是不是又给大家建了一个 总的一个 总的一个叫 总据仓表 就像据仓一样的表 总据仓表怎么建的 总据仓表表的话 每行是什么 每行是从维度这边分析的 每一个主题 日期是一个维度 那用户购买行为 也是一个维度 那是不是还有定单的一个维度 还有评论的维度 所以的话 这个行列是 总的行列是不是就能构建出来 因为你每行都知道 那每一列是什么 每一列就是具体的维度值 对吧 你用户购买 那用户的话 是不是姓啊 名啊 然后这个年龄啊 这些都是具体的为止 购买的日期 所以这是具体的为止 行 行与列 行 行就是相当于你构建了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的主题 因为说记仓库有一个特点 它就是面向主题构建的 你可以 你的说记仓库可以简单 从一个主题开始建 那你逐渐丰富 构建成多个主题的一个综合性的数据仓库 那列的话是什么 列的话就是变成了具体的一个维度 这是我们就是 知道 这样通 我是用通俗大白话给大家去汇报 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步能够输出什么 然后再往下的话 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去讲了 就是这个数据产品经理的话 你可以重点参与 也可以懂技术 但是不一定要写这个技术 就比如说 这样的一个行与违约关系 这里面呢 一个会有什么 从这个总总矩阵表 总线矩阵表 一个行业是中 你可以构建出来什么 具体的这个围表怎么设计 就是把它物理化去实现 当然了 写那个表的话 基本上后台工程师要写 如果说他不写的话 那个你是数据产品经理的话呢 你也可以写 但是一般情况下 在公司里面数据产品经理写 写到这样的一个数据仓库的解决方案的话呢 就是能够驱动开发 去开发你的数据仓库 如果说你这个围表没有 总矩阵表没有 然后这个特别是需求分析还没有 那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痛点 所以数据仓库构建的最大的难点是在什么 给大家讲了 自己需求的分析和维度表的构章 那其中最难的是这个围表 这种围表 这种围表不是物理设计的围表 一定要去困开 免得弄混了 好像我在教大家 怎么要做后台工程师 不是的 后台工程师要写的围表 跟我们这个围表是不一样的 这个围表是基于业务需求的一个思考的围度 就是我将来的数据仓库 能够支撑我做哪些统计 做哪些报表 做什么样的推荐 做什么样的用户画像 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来 这是我们要讲的 另外的话呢 就是数据仓库的话呢 有这么多点 这些是文字 那我可以给你拆解一下 然后拆解的话 怎么拆呢 就是数据仓库 第一个 我们知道数据仓库的搭建的一个流程 也知道了每一部书什么 但是我们还不熟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学的 就是把这个数据仓库 给它搞得熟悉一点 就是符合我们自己的这个 这个思维特点 就像一个数据产品经理 就像我们人类的自然的一个思维 那怎么呢 怎么样搞呢 就比如说 比如说你数据仓库 你对这个功能结构不熟悉 那你是不是要对数据仓库进行一个分层 数据仓库不是分层是什么 这一边的话呢 在你的 在上一部这个 数据仓库的总体解决这个方案 每一步中 你知道输出什么的时候 你还要 你还要画一个什么 就是比如说你在画一个 数据仓库的一个分层 从ODS层 到这个ODS的话 就是这个简称是Operation 大家应该看过那个个钱预期吧 就是我们教研给大家发的 就是它的简称 Operation Data 这个就是操作系统 ODS 然后下一层的话 就是Data Way Harvest 就是那个数据仓库 从这一层到数据仓库层 那这层代表了什么意思 对吧 我们要把这个数据仓库几个方案吃透 然后去驱动这个数据仓库去实现 ODS层实际上它代表的是 这些数据是来自于ERP CIM Web网页 APP 小程序 ODS就是指 这一层 就是指刚才说的这层 那DW是什么呢 DW层的话 才是真正指的数据仓库层 所有数据仓库的一个核心层 再往下的话 它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的话就是数据集市层 数据集市就是Market 或者说叫Market Market 那再往下的话是什么层 实际上就是一种应用层 这个APP的话呢 不是指那个 我们手机上装的APP 它更多的是代表application的意思 就是一种应用 千三根字母的简写 所以我们要知道数据仓库是分成这种式层 那为了提高我们每一位给大家汇报的时候提高每一位的这个就是说 稀释和雷解的效率 我们这一步都知道了 就是数据仓库的产品经历 你每一步要输出什么 这一步大家都知道了吧 这一步都知道了吧 就写到这里 另外的话呢 我们在这一步的话呢 就是你在数据仓库的总体解决方案中的话呢 然后你要知道数据仓库它实际上是分成 一般这种分法的话呢 就是是行业俗成 也可以说是我们各提炼的 因为有的这个 我遇到过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话呢 有的这个 他做过的一些老的人 比如说在45岁以上的这个老的工程师 他们要把数据仓库分成三层 他分成三层怎么分呢 他就是不要这一层了 这一层不要了 ODS层不要了 他就把数据仓库 直接数据仓库开始到数据集市 所以数据仓库分成的话呢 是按照应用的层级 从数据源一直到应用 是这样的一个分法 这两部我们都明白啊 还有一个 再往下砸的话呢 就是这个这个的话呢 又有一个名字 就叫做数据仓库的一个功能结构 这个功能结构你还可以画 比如说ODS你可以丰富 ERPCM你都可以画出来 外部数据源你也可以画出来 那DW的话你还可以画出来 DW存储这个数据仓库的主要的这种 就是一种数据库叫Hive 或者说是HBES 然后你可以把它画出来 那数据这种MD的话呢 就是说Must-Dated的话呢 数据集市场的话 就是一个一个主题的数据集市 应用程的话呢 应用程的就是这些 知道了吧 这两个图的话呢 都是可以相互关联的 应用程的话就是统计的需求 分析的需求 报表的需求 推荐的智能推荐的需求 然后以及你的这个数据仓库 能够支撑那个 支撑什么 支撑新产品符画 或者说通过你的已有的数据 能够符画出来新的产品 这就变成了一个数据中台了 或者说智能中台 好吧 那再往下的话 这个再往下的话 我们要知道什么呢 再往下的话 就是这个数据 我们要有自己的这种 具体的一个围度 我们在构建这个围度的时候 就比如说像这个 在日期为四 是我是这样粗略的写的 可能 可能是我写这个喇叭叭的时候 当时就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 但实际上的话 我们怎么样锻炼这个 锻炼这个 就是说数据仓库的一种能力呢 那你可以 一 你自己的话呢 对 我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对这个 数据仓库中 这个地理位置的一个思考 地理位置的话 它有两种思考方法 街道 从街道 从街到这个街道所在的区 比如说那个北京某某街道 然后到北京所在的某某区 然后这个区的话呢 再到市 对不对 市区 然后再到这个省份 再到什么 再到国别 这样的一种思考方法的话呢 就是对于我们做数据仓库的话 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思维方式 我们可以慢慢培养 或者说 我们可以找 跟基础一起去找 就是说有很多成熟的数据仓库的库 然后它直接是有这种数据的 我们可以参考 或者说去借鉴 那日期也是可以借鉴的 对吧 在你的数据仓库解决方案中 都是要包含的 如果你不包含的话 那就是接下来写在后面的这个 具体代码的人 写数据仓库代码的人 他去搞 但以我自己的了解 写数据仓库代码的人 他更多的是在写 哈德普里面的组件 哈德普是一个生态体系 哈德普下面有这个Zukiper 有这个UZI 然后有这个 你们不是也装了吗 就是哈德普 其下有很多东西 有flink spark等等 所以他们更觉得他们是写那个的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更多的是数据产品经理 数据仓库的负责人在导定 就是缺的数据的话 这是缺的值 都是由我们数据产品经理来 来去做的 在实际工作之中 那我们看 再往下看的话 数据产品经理在做什么 数据产品经理的核心 数据产品核心责任是 数据仓库的核心责任是在做什么 我们总结这 总结这两页的话 在做什么 就是从哪些 业务维度分析 然后的话呢 就是说建立 就是建立支撑什么呢 支撑这个未来 业务发展的 业务发展的这个数据维度 实际上核心和难点就是在搞这个 核心是在搞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的话呢 给的时间又比较少 就相当于老板给你提个需求 说我要做个数据仓库 一个月能不能做出来 他觉得做数据仓库就跟开发一个 小页面一样容易可能 而且这个页面上的支撑的 需要的数据还很少呢 他觉得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 动刀是对整个公司的一个 业务的一个动刀 特别是按照 自上而下的一个数据仓库勾进来 就是所有的数据都要继承进来 那这种的话就是 你可以直接回答 可能因为干不好 那干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他的数据仓库内核心值 是在做这个 好吧 再接下来往下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 时间 数据仓库的话呢 有一定的风险 在讲风险的时候 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有风险 有哪些风险 风险的话呢 第一个风险的话呢 就是基础风险 比如说你公司里面 有一个例子 你公司里面的话 有的人就是不懂这种业务 这种用户购买 他就是拆分 落不了那个表 落不了什么表 你这个只是一个 产品设计数据仓库的一个围表 但是他要把这个围表 变成一个物理可执行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围表 对吧 他就是落不了 上次我不就是给大家举了例子 某某那个 某宁 某宁的Ego那个产品 他就是落不了表 他就是对他的业务 没有很好的一个雷点 这一点的话 就是一个什么 技术风险 另外一个风险是什么 项目管理 因为数据仓库的话呢 几乎是数据产品经理 如果说你能做数据仓库 那基本上 能够做数据仓库 你能够重新到一般的大电口了 而且能够支撑大数据的运算 基本上你一个数据产品经理的话 可能是在市场上 还是比较期缺的这种人才 因为他是很跨界的一个 综合性的一个产品经理 你看你要懂需求的分析 对不对 然后你还要懂技术 这种很跨界的 而且你还懂数据分析 那这个别的话呢 就是项目管理的问题 项目管理是一个风险 还有一个这个风险是什么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还有一个风险就是 大家幸福的烦恼 就你有了数据仓库 什么都有了 大家好了 就是数据质量不高 数据质量有问题 好吧 我们就往下去撸这个数据仓库 对我们数据产品经理来说的话 一步步去撸 实际上它有一个风险 那我们跟老板汇报的时候 这些风险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的很好 然后或者说我们面试的时候 数据仓库有哪个问题 你可以举出来 n多例子数据质量不高的例子 张数据的例子一大堆 数据爵士值的例子一大堆 然后以及什么 数据仓库的这个数据质量不高 还有数据仓库本身的性能低下的问题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Hadoop 旗项 有n多个组件 而且Hadoop有一个特点 Hadoop的话应该是从001年开始 从001年有它 到现在14年的时间 它一直在快速的发展之中 这14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是不是集中互联网非常发 飞速发展 数据量在大量的积累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个数据质量不高 然后有时候数据仓库自己处理也是一个问题 好 在这两个页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总结出来什么 我们怎么怎么总结 你这个数据仓库的这个解决方案 你总结数据仓库的步骤 我给大家写了九步 九步那是从什么 那从一个就是说 你去面试一个 公司 这个公司的业务对你来说是新的 产品对你来说也是新的 完全都不知道 然后你你去做一个数据仓库 所以给大家写了这个九步 九步 那真正值得 如果说你在一个 这个具体的岗位上 你能不能像我这样写 写九步 那是不是别人觉得你是在给他教学 这个不太好 所以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这样写 我教你怎么写 总结一下 怎么写 第一步的话 你可以写 我们就是需求分析 对吧 这是一步 所以上面这里你说做这个 说长的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 然后第二步的话 你的这个解决方案 可以把它分析是什么 然后维度分析 第三步的话 把它做成什么 主题 主题的一个维度矩阵 所以刚才有的朋友那个问 这个主题 这个总总矩阵是我们做吗 对啊 所以上面这里 你把这个构建起来 也 你就是相当于把这个维度表 再提炼了一下 好 维度矩阵 你下一步的话再怎么写 再下一步的话怎么写 是不是 我们又把它做了 这个维度 可以做一下那个分层的一个星 星座模型 模型的话呢 有无外乎几种 一种是星星模型 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呢 就是这个跟星星模型一致的叫 雪花模型 好 这下一步的话是什么 我以一个例子来讲啊 这个可能 就是我 我们在写数据仓库的解决方案的时候 可以输出这事故 做一个解决方案 那这个星星模型 星星模型的话呢 再拿我们的变商 哪在哪来决例 星星模型的话 比如说一个事实 一个事实 一个表 这事实表是一个时间 日期 这样一个表头 然后的话 星星模型的意思就是说 它会对应什么呢 对应很多维度 很多维表 对吧 很多维表 你前面不是见了很多维表吗 你都有具体的几月几日 对不对 然后有具体的商品例行 有具体的某某ID购买 有具体的这个什么 这是星星模型 那雪花模型的意思 雪花模型的意思是 在这个 这是事实表 这边是维表 这是你思考的一个维表 围表 这是围表 那在这个围表的基础上 还有紫围表 就是你这个日期不是有很 还可以再细分吗 就是这个意思 紫围表 这就是雪花模型 和这个星星模型的一个关系 相当于来说 雪花模型是在星星模型的这个 紫围表 雪花模型是在星星模型的基础上翻版出来的 它更多的是 能够为我们数据仓库的搭建过程中 清晰的理解什么 理解我们 这个数据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 我们这个维度到底从哪里思考的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大家相信都经历过 淘宝 京东也一样 亚马逊我们都可以演示一下 你说 淘宝 这个 为什么说是是这样的一个模型 我们看一下 我输入这样的一个关键字 AS能这样一个关键字 仅仅举例子 然后 我们看是整个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商品列表页 那我们看商品的详情页 商品的详情页 这边的话 应该是瞬间 他如果说淘宝的这个flinker 就是说那个流失计算处理的好 这个看了又看 应该立即会出来 就是看了又看 这个看了又看就是通过什么 什么来的 我们看一下 我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 就是说 某某ID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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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这个人访问了这个URL 这个URL里面带了很多条件 对不对 看了 我看了这个商品的主题名称 然后看这个商品的时间 也就是说 这一条URL是不是一个事实 对吧 这这这就是一条事实 他事实的话 是不是再拆分下去的话 就拆分成各个围表 就这样一个意思 那围表的话有什么用 大家可以看到 根据这个围表里面 我访问的这个内容和主题 他就会给我推荐不同的这个书 对不对 所以 数据仓库的作用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智能推荐的作用 是不是就关联上了 就是你的数据仓库 搭建 构建数据仓库写 数据仓库的解决方案不是目的 你的目的是 这个相关的商品 能够得到更高的广告曝光 然后你的产品能够增加GMOV 整个网站能够增加GMOV的一个关联销售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下 Z点ZN 亚马逊是不是也是这样一样的 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深度去研究 他们的这个数据仓库 都是做的蛮智能的 好 我们再举个例子看 然后看啊 这边的话 我们再看这个列表页下面 他也会什么呢 他也会 你看看过此商品的其他顾客 一样 一条URL40 这一条40 就你把它看成一种抽象的一种40表 然后把它拆分到各个维度中去 OK 他就如果推荐了什么 其他相关的商品 好 你的数据仓库就可以用上了 嗯 建议刚才有朋友问这个 这个总表和总表 为什么是数据仓库的 产品经理 或者说是懂这个业务的产品经理 去负责为主 那我们来比较下 这个表 数据仓库总线表 为什么他不是后台的那个 就像我们写一个web写一个app 为什么不是后台的那个数据工程师 他在写呢 实际上后台的数据工程师是根据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箭头延展到对边来 根据这个东西 他写了一个什么 他在写什么 他根本是在做一个物理的一个设计 这个物理的设计 因为你这个表只是在我们的 或者说你在你的数据仓库的prd里面 或者说在你的数据仓库的解决方案里面 但是你并没有把你的这个表 直接的放到这个服务器上去跑吧 大家都知道服务器 服务器吧 对吧 你这个表最终是要放到服务器上去吧 对吧 你的你的数据库是放的对吧 所以你要是放到服务器上的话 你的后台的工程师在写什么表 在写这种物理表 物理表的话是跟这个 我给大家讲的这种行是一个个的主题 列是一个个的维度是不一样的 我再再往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般的话物理表的话 写过代码的同同朋友的话 会有这个更多的这个共识 就是他一般的话 这个物理表会分成什么 列列列名对不对 列名 然后什么呢 然后描述 列名描述 对不对 然后的话会分成什么呢 类型 他直的类型对不对 计算机他不是指正什么样的类型吗 还有这个长度 为什么有的网站支持密码长度是6位 有的是必须要输入到那个14位 视力值 示范 视力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其他的 然后下面的话 这个列名的话 比如说ID 对吧 就上次讲过 然后这个是什么 你就对这个对这个列名进行描述 这是组件 比如说这是手机号 然后这类型是什么 然后英特值 还有什么值 是不是还有恰值 这点的话就是数据的类型 这个数据的类型 比我们讲的那个结构化半结构化 又不是一个类型 然后长度的话 比如说是1 3吧 然后视力的话呢 然后可能是20 3 房间 好吧 他这种表的话呢 就是这种表的话 就是跟这种表是不一样的 这种表是基础要懂的 所以数据仓库的数据产品经理 并不是说全能的所有表都要自己去写 不是这个意思 好吧 这种表的话呢 一般是后台工程师根据你的总线表 维度是高表 然后他最终落表 然后这个表 然后放到这个服器中去 好吧 然后的话就能够生成一定的这个主题嘛 再往下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刚才的话 我们大家是不是明白了数据仓库的数据产品经理要输出什么 好 没什么问题 我们继续快速的往下去讲 今天内容还是蛮多 因为数据产品经理是大事 大事所区也是比较有共识 而且数据产品经理要懂技术 懂技术 并不是说让你这些表全部是你写 那你还是干产品经理的老本行 但是你这种老本行至少比 就是说传统的产品经理要稍微懂那么一点技术 但是这种表的话你也可以懂 懂的话并不是说这些表都是你建 那你建了以后是不是还要去把它 考虑存的什么数据挂什么怎么样的 当然你可以考虑 可以去知道这个产品推进到哪里来了 所以你写产品 产品推进报告的时候 产品这个周报的时候可以写上去 那不一定说的表都是你建 你建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数据仓库的这个 有了这样的我们知道数据产品经理做什么 那么看一下数据仓库的概念 刚才给大家讲了 可以做报告可以做数据分析 对不对 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那个做智能推荐 这数据仓库的用途 对吧 还有很多用途 然后数据仓库的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的话 给大家画了吧 就是刚才从这个什么 从这个ODS ODS包含什么 然后这边写的要版言一下 ODS包含了你的这个web web上的日资的数据 然后你买点的数据 然后你的web数据源 还有就是那个就是说 ERPCM等等 就是RDS可以这一层的话呢 就是数据源可以包含所有的数据 是这个意思 然后 然后落到数据仓库中去 然后再包含到各个组织的数据集市 然后进行一定的这个抽取 然后把它应用到具体的 这个应用程序 建报表就是被报表这个去抽取 然后建这个就是 智能推荐到智能推荐的这个模块 就不一样 然后如果说是用户分层 像到RFM模型 你的RFM模型的话 如果说有一个智能的数据仓库的话呢 那实际上的话RF模型 有个账号你登陆进去 就知道什么样的用户 该什么样的运营方法 这是数据产品的比较核心的价值 然后数据分层处理 那我们这个数据仓库在版远的时候 你有ODS有DW有MD 然后有这个对吧 有APP 这一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教员都给大家 写了这些词语缩列的一个简称 那我这边的话呢 又给大家翻译了一下 用百话文翻译了一下 那我们这些数据的话 到底是怎么样一层一层加载的 实际上就有ETL就取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ETL的话上节课 是不是给大家推荐了几款 Informatica Keto等等 Keto是开源的 之前的话呢 可能账号不是那么稳 好吧 这边的话呢 几行固定的代码 他实际上更多的工作 也变成了一个 某种程度上的数据产品经理 这是实际公司里面 再把ETL工程师当成产品经理 再用了一个现象 好 然后再往下看 那我们的目的是 对吧 目的也给大家写了 用于数据挖掘 在线分析处理 在线分析处理 刚才给大家举了一个什么 实时处理的一个方法 这是亚马逊的 对吧 亚马逊嘛 亚马逊大家都知道 亚马逊这个公司 他整个实时 就是这种实时推荐 这一块 这块数据的话呢 所以如果你推荐你的老板 或者说给你的投资生 说你要做一个智能的中台 或者说是智能推荐系统 或者说是做一个智能数据仓库的话 你可以给他举这个亚马逊 亚马逊的这个财报的例子 亚马逊的话呢 财报如果没记错的话 大概是35%左右的销售额 这个销售额就是指 用户搜索的关键词 然后就在这个位置给他推荐 然后35%的销售额是来自于这里的智能推荐 好吧 就是人家智能推荐做的好吗 就是说搜集仓库用的好 怎么用的好 接下来再往下去就挖 跟着我们这个逻辑 好吧 现在我们是理解了搜集仓库的基本概念 知道了 所以搜集仓库的产品经历应该输出什么 那么再看一下搜集仓库 我们可以给自己提供一些 搜集仓库跟搜集库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页就回答了这样的一个 从入门到精通的一个问题 你回答了什么是搜集库 什么是搜集仓库 知道这个入门几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你才提升 精通 精通的话是指搜集仓库 它可以一层一层往下发展 搜集仓库 你看我给大家分了很多层 搜集仓库的话 跟数据库不一样 数据库的话是指 比如说关系人数据库有这种 Oracle 然后MySQL 这种对不对 然后还有非关系人数据库 分成MangoDB Redis 这种对不对 这是数据仓库 那数据库的话 它 数据库 这是数据库 然后数据仓库 更多的是一种数据的集成的一种产品 所以数据仓库它是包含了很多内容 可以说数据仓库中是包含了数据库 是这种关系 对吧 那另外的话 我们要知道数据集市 我刚才一直在讲MD MD 就是那个数据集市这一块 那数据集市的话呢 它是一种数据仓库 它是面向什么 我给大家讲的是 比如说用户购买商品部门 然后订单部门 然后这个销售部门 然后这个支付部门 它是不是都是相当于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个业务的一个主题 一个BO 对吧 就比如说你是精通的某个BO 你是这个叫那个监制头自杰跳动的某一个BO 某一个事业部 它一个事业部有一个主题 那这种事业部的主题就是叫这种数据集市 那我们看一下数据 数据仓库和数据集市的比较是什么 就是说数据集市它更多的是分散的主题的 它包含具体的部门和具体的社区 对吧 这是数据集市 那数据仓库是肯定是多个来源的 那另外数据集市是不是比较小 数据仓库是不是比较大 如果说每日的这个日志 每日进来的这个日志的调售 如果说是GB级的 那你就没必要建数据仓库 可以先建数据集市 然后夺建的集成常委数据仓库 这样有个关系 对吧 好 那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分享 就是数据仓库与数据库 刚才已经讲过了 好 那数据仓库的话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数据壶 数据仓库知道了数据仓库的一个概念 那数据壶的话呢 就是数据仓库是利用针对分析进行优化的 预定义的这种SKAMER 就是图一种图 数据仓库数据仓库它是一种图画的 就是从ODS层到DW层到MD层到IPP层 它实际上是一种图画的逻辑 就是这里面的话呢 图画的逻辑就是包含了很多框架和应用 对吧 然后数据壶中实际上数据壶的话呢 为什么比数据仓库根本纯数据 你就可以看出来 数据壶就没有被像数据仓库那样 对所有的数据进行那么细致的一个处理 这所以这就是数据壶为什么那么能够吃进来这个 嗯 有一句图画叫眼里能够揉进沙子 这就是数据壶的特点 实际上大部分人眼里面是揉不进沙子的 就天天挑人家毛病 这种人 但有一种人他就眼里面呢 就不处理任何看不到矛盾 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优点 这就是数据壶 就这个意思就是数据仓库 对每一条集成进来的数据都进行了处理 那实际上这种数据壶的话呢 它不一定是这样处理的 知道吧 这就是数据壶的一个什么 数据壶的一个特点 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那我们在商业要不要做数据仓库的时候 有很多那个刁砖的技术 他显得自己很有文化的时候 他逃到布局来讲 那我们直接干个数据壶 对吧 实际上不是说你一定干个数据壶就代表好 对吧 这个也讲了这个schema schema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用于乘客的这个地铁地图 可以用点表示地铁站 这一点根本不打算类似于实际的测展 对吧 这就是说schema 有没有schema的一个意思 就是这个数据的话呢 它不处理不处理那么细 它的这个 对服器的要求也比较低 你看它的存储成本比较低嘛 存储成本低 就说明这个 服器不一定需要那么好嘛 因为服器的话也许 服器最简单的 比如说有固态硬盘啊 这种硬盘各种硬盘 这个我们懂吧 那这些服器是不是都各种各种这个物理机 在实现 有的物理机很贵的 有的物理机就很便宜的 所以说schema的话呢 没那么娇贵 这大家在装那个Hadoop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啊 实际上Hadoop它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Hadoop通过Mapreduce去计算的时候 Mapreduce为什么能够计算大量的数据 但是处理起来那个很慢的 就是因为它对这个服器要求不是那么高 它可能是在外存进行进行计算 不是在内存进行计算 速度很慢 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 烂服务器它也能放数据 而且是多版本备份 可能一般的话是三个 它可能每一个版本 存的每一个字节 就是Namodal的大小都是100S8K 那懂那些的话呢 接下来我在左翼的给你介绍 我们数据产品经验也是要懂那些 但是不是说每个Namodal的Deadload 都是我们自己写 就像海底部旗下有那么多组件 难道每一个工具都是我们写 如果说即使是一个后台工程师 那些东西都写的时候的话 估计也需要一年半载的时间 但是我们产品定理 数据仓库的产品定理 可以快速的去懂它 知道怎么驱动它实现它 做一个数据仓库出来 好 那我们再换一个维度来看数据仓库 刚才的话呢 就是期待我们的每位数据仓库的人 都懂每一步你要输出什么 数据仓库怎么样把它分成 在分成的时候 每一层我们怎么样做出来 产品所需要的功能 然后另外的话呢 知道它的含义 在做数据仓库的时候 能够跟数据库 跟数据胡 跟数据集齿做一个区分 这样的话呢 在技术条例中 保持这个数据产品定理 不被技术怼得那么厉害 就怼得太厉害的话 产品就不好往下去推进了 好 这边的话呢 就期待刚才我用白话给大家翻译的 我这个准备好的 准备好的这个PPT的话呢 就是用白话翻译 我们还要往下快速的去讲 这个数据仓库的话呢 用图来解释的话呢 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图的话呢 大家应该是比较熟了吧 对吧 你这个最底层的话 我讲如果说你公司里面 连这个marketing运营部门 运营系统 然后CS部门的 然后ERP啊 这个SCM 这些大家都熟悉 SCM我解释一下 SCM是指这个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就是说供应链管理系统 或者说是外部 external data 就是外部数据 这层的话就是叫OLTP层 OLTP层 OLTP的话不就是什么 OLAP实际上是放在什么层的 放在我给大家画的这层 OLAP更多的是放在数据集市这层 因为数据集市它才能从不同的集市 支撑不同的应用 对不对 好吧 然后OLTP 包含的是这些东西 就是你启动数据仓库工作图 数据产品经理 再去分析自己的产品 那接下来的话 从OLTP 去通过ETL ETL的话呢就是 一是代表数据的抽取 T代表转换Transform 然后ALAP代表加载Load 然后抽取的话呢 就是抽取公司可能 基本上是从不同的这个什么 不同的这个数据权里面进行抽取 抽取过来 抽取里面可能有一些算法 对吧 因为你对非结构化的数据要进行一定的抽取 我们数据产品经理是要提到这 那是不是大部分的工作 你哪怕是抽取了这个不好的数据 你在Transformer这个T的过程中 是不是还要进行转化成 符合你数据集成层的需要 就这个意思 这个图的话 大家看看 有没有疑惑 没疑惑的话呢 就是我还是用白话给大家翻译一下 ODS的话呢 就是刚才讲的 叫Operation Data System 就是操作数据系统层 Statting的话呢 就是一个区域 Area也是 这个数据集成层的话呢 它又分成这样的几个模块 然后也是通过ETL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数据仓库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计算计算上有一句话 凡是搞不定的技术问题 你都可以在这个问题前面再加一层 我们不是为了建数据仓库吗 你看数据仓库前面 是不是建了一个数据集成层 那数据仓库 它自己有个特点 又要集成数据 对吧 大家都经过DataVault的方法 进行数据建模 应用的话知道了 一处数据集 主机数据集 这个图的话呢 带我们再建任何一个数据仓库 哪怕你去优化一个数据仓库 优化的时候不是这样化的 你要是比如说你应聘成功成为 京东的数据仓库 数据产品经理 京东不是在数据仓库和数据产品经理吗 京东的话呢 我们做产品经理我教大家 你面试的时候你要注重这一块 你要倒腿 大家能看到吗 我用这个截图 就是倒腿 京东它有数据仓库 它只是想变成什么 变成亚伯训这种更智能的 能够为它的GMV提升的这种数据仓库 对吧 那它的需求点不是说 你从零到一搭建一个数据仓库 那我们是没干过 所以才给大家介绍 干过了以后肯定不这样介绍 对不对 那干过的人他更多的是什么 是从数据展现成和数据挖掘成到腿 你需要一个什么样更好的数据仓库 比如说你会发现这里面的策略 就是产品推荐 这一层里面的算法不转 那你就要去设计新的驱动算法工程师 设计新的算法 看数据仓库里面有没有 这种数据去训练 从这里倒腿 还有一个 京东它在所有数据集市上 是不是都是全的 它的主题建的是不是思考的很全 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考验我们的业务分析 就是考虑这个用户公买 然后我们这样考虑 大家都这样考虑了 但是你能不能想到大家没想到的 不是说你面试的那个人 他没想到或者是想的 就让他的领导 他整个公司都觉得 你这个需求分析的维度是新的 这个围表 建设对数据产品经理的意义在这里 就是在这个图中展现出来 到一家成熟的公司里面 去够建数据仓库 我们数据仓库的产品经理 更多的压力来自于 你能不能从新的维度去思考 你能不能从新的 准确的算法的角度去思考 这是两个难点实际操作中 好 那再换个角度的话 数据产品经理在数据仓库系统中的工作 还有就除了刚才那些工作之外 我们还要知道 就是有的同学 有很多很多同学他都比较关注什么 可能你们还没有就是 就是说加班加点加到这一层 很多同学他会关心 就是数据仓库的数据质量 就是这个页面数据质量 这两页类似 但是这页的话就是强调数据质量怎么管理 数据质量的话实际上数据仓库 他的这个产品的数据的管理指标体系管理 大家有没有看你在建围表的时候 跟建这个事实表的时候 是不是你考虑到围表可以被复用 围表可以被进来的每一条日子 再举这个地方有点是不是有点二口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进来了对亚马逊的数据仓库来说 这是不是一条事实 这条这条数据是不是要进到事实表中去 对不对进到事实表中去 那这一条数据 是不是事实表这条事实表的数据 是不是要跟亚马逊的数据仓库中的各种维度去进行匹配 他才能够推荐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二口 那这一条就是指你的围表中 会有很多你关注的指标 你才会去推荐 你比如说你关注的推荐的是这个关键字 那是不是你的这个数据仓库中 要有一个word count的一个算法的功能 对不对简单的 最简单的 基本上所有数据仓库都有word count的一个统计功能 就是对文本的一个基本的统计 还有原数据的管理 这是数据产品定理经常干的 上期课记得给大家讲过了 原数据的话 文件名也就原数据 很大白话吧 就是你每写的那个什么那个维表的那个字面 它也叫原数据 好吧 就好了 原数据有两种 一种就是这种业务的原数据 还有一种就是技术的原数据 好吧 大部分都叫原数据 只要你区分出来跟那个三连水的原有区分就行了 好 数据接口的安全观察 那这个数据质量 在这个原数据管理中 我们主要是怎么管理呢 我跟你说 后面在一个三大章 我不是教大家去写circle吗 这个原数据的管理的话呢 就是你写一个circle 你写一个select 然后FROM重铬一个表 你看一下这个表里面的时间 符不符合你这一位数据产品经理的判断的逻辑 你认为这一个数据的质量怎么样 你认为这个数据的质量符合你需要的日期吗 然后你认为这个数据的质量符合你需要的质量吗 就是你前面的维度全面吗 所以这就是对原数据质量的一种管理方法 真实的一个案例 很多数据数据产品经理 每天的工作就是写一段设计 从数据仓库里面看一下原数据质量怎么样 昨天的这个 40的数据通过层层的ETR抽取 有没有抽取到数据仓库中来 所以你可能今天写个社会 然后看看今天是2月14号 昨天2月13号的数据加载进来没有 对吧 好 这边的话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看一个例子 京东的例子 京东 京东 京东的话呢 他也有这样一套管理 因为他在招着嘛 所以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如果说你我们看一下劳力士南表 劳力士南表如果不出意外 他都会打上情人节 你看到了没有 所以他的数据仓库 为什么他这些都是需要这个呢 都是叫情人节的排在前面的 这里面的话就是有一个智能推荐 因为这是2月14号 他的数据产品经理 就是数据仓库中 就是有这样的处理的逻辑 好吧 这也是数据质量的一种管理 那我们再看 数据产品经理日常工作中 你要检查数据仓库表的声称事项 对不对 然后数据的一致性 这一致性的话呢 跟原数据的一致性 对吧 你对原数据管理就是有原数据的信 原数据的话就是你那些维度的思考 然后各种原数据表 各种一致性 一个匹配一个比较 甚至是你可以像我这样去 这种数据产品经理怎么做 像我这样收一个劳力士蓝表 然后在这边点 然后下一个购付款的单子 然后 今天下单 然后明天的话再去检查一下 数据一致不一致 看看数据仓库有没有把它堵过来 这也是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很实用啊 听起来好像技术材料不高 但你可以写个社会跑出来 这就是数据产品经理的 加上便饭 好吧 我们再看一下数据产品经理的话 我们有了数据仓库 对吧 那数据仓库的话 我们只是从1到1 搭建了一个数据仓库 我们只是从1到x去优化了一个数据的 一个集市 丰富了数据分析的维度 然后构建了更丰富的数据仓库的 一个分析的维度的层次 然后 也可以提出来一些新的算法 但是我们毕竟没有对数据经营分析 所以接下来的重点的话 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种就是说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 为什么这个数据仓库 它又跟Hadoop有关系 所以这点的话是接下来汇报的一个重点 我们看一下数据分析 大家可能知道Hadoop 这个Hive和Spark 我这边的话 从一个我自身的例子 我打开我的数据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的话呢 就是希望 希望我们每一位听的朋友的话 不要外传 即使是我这些数据没有发给你 那仅仅是在图上讲 也不要外传 因为这些数据的话 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真实数据 你说你一旦外传 如果说被其他的这个 领导制造的话呢 会会很不好的 然后 好 我来收一下啊 新业银行的 我拿一个金融系统的例子 我干过很多行业嘛 金融系统也打不出了 新业银行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表 这个表有很多质点 是不是一直到AK这样的一个节奏 对吧 这个我看一下时间是哪一年的啊 你看金额什么都有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的话呢 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啊 这个就是再换个维度 谈这个数据分析啊 跟数据仓库做对比啊 做对比 这个这个表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表的话呢 比如说订单所住的酒店 啊 已经有恩多加酒店 这个订单的一个ID 是不是 这些表头 才是我们的物理设计的那些表 对不对 这个表的话 我们讲说对应的是这一页的数据分析 那这个表的话我怎么得到的 大家知道怎么得到的吗 这个表的话呢 当十几年十多年前 我在在这边工作的时候 负责他的这个产品的时候 那这款产品 我们说我得到这一张表的话 至少要经历我老大 当时的那个合伙人VP啊 也是兼职的CEO谢震 就是以前前宝杰的四大金刚之一 然后再上传到呃 推广服当时的CEO 推广服 然后从推广服带到技术总监呃 张鸿勇 然后从张鸿勇 这种带到技术部门的数据部门 然后也就是说 我首先想获得这张表 我作为一个产品经理 我是不是要懂 这每个字片 这个抬头我都要懂 我要写写个什么 我拿一个握手出来 我把这些啊 某某的领导你好 然后我需要以下字件对应的 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写这样一个申请邮件出去 这个邮件写出去以后的话呢 是不是一层一层的审批 如果某个领导不在 你是不是还要打个电话注意他 好 如果说您所在的公司 现在还是十多年前的 这种取表模式的话 我跟你说你公司特别需要建一个数据仓库 现在的话一龙已经改过来了 肯定改过了 毕竟十多年前的 我是这样取表的一种方式 那 现在 现在的话呢 就是这种老表的话呢 时间我跟你说 一个表在一龙的话 至少在两周 也就是说将近15前的时间 平均时间你才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数据表出来 然后你还有承诺 然后以后不泄露 怎么样的 你仅仅自己存着 看一下经验一下而已 知道取得这种数据不容易 这就是数据产品经理 没有数据仓库的时候 有很苦逼取得的这些数据 好吧 一是你要懂这些资料 第二的话呢 你要懂成程的流程 第三的话呢 你要对这个数据进行分析 这个数据的话就能够确实值吗 我跟你说这里面当值量值多了 你看到没有 所以我当时对这种数据分析的话 又没有数据仓库头很大 我以前写这种 就是上次教大家对这些用户进行一个什么 不同的用户 不同的消购金额进行一个什么 分层营 有的客户修化 有的客户已经流失了 所以我以前写这种东西 刷刷刷刷写的很快的 那些公司什么数据公司用的很流 后来的话 这么多年天天搞这个数据仓库了 就写的慢了 这就是说数据分析 然后你还是比较一下自己实际的经历 你能不能落地 你要比较一下 如果你是有这种通简的经历的话 你赶紧建议老板 你赶紧建个数据仓库 别去层层那样去审批了 问老板哪天哪天被隔离了呢 然后再接下来看 数据仓库 刚才是说数据仓库支撑的数据分析 那数据仓库的话呢 我们知道它有四层 对吧 最底层的话呢就是ODS层 中间层的话呢 这个就是数据仓库层 然后上面的话呢 是这个应用层以及这个层 那这个图的话呢 也是一个现实中像二码 你们不是在写二码的这个 二码的这个 产品的一个分析吗 通过RF模型 AR模型 然后HP模型 去分析它的用户 去改变它的页面 设计出来一个新的页面 实际上这边的话 二码的最底层的是什么 它的数据分析 对底层也是数据采集 这接下来的话就逐渐的 过渡到哈德普生态体系了 就是说从数据仓库 你有了数据仓库 那为什么数据仓库 跟哈德普有关系 实际上在数据仓库的构建 过程中少有哈德普生态体系 哈德普是那个大象 就那个黄色的大象 就是黄色的大象 那黄色的大象 包含了一个组件 我这边都写了写了一部分 写了一部分 然后 对底层的话 你看数据采集 我们知道NJX服务器 然后这个或者说买点 或者说是外界数据 对吧 凯特的数据通过Floom Floom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数据产品经理不一定 这些Floom的话 对于一个工程师来说 跟数据产品经理的区别在哪里 大家可以再听一下 回头 回头我会给大家 成体系的今天会总结一下 数据产品经理和这个数据工程师 然后以及这个代码工程师的区别 但是你现在就要知道 Floom它的功能是什么 就是数据产品经理 不一定是写Floom里面需要的 比如说杰森数据格式的转换 加挖的代码 然后数据产品经理 你写Floom里面的代码吗 我从来不建议数据产品经理写那个 你如果写那个的话 你肯定干不了Elema的数据产品经理 数据产品经理 天天优化这样的逻辑已经很累了 哪有时间写Floom里面的代码 甚至Floom一直在发展 卡夫卡一直在发展 Flink一直在发展 他今天是这个环境 明天是那个版本都在变化 所以数据产品经理你要知道它的作用 Floom的作用就是 负责你采集的这些数据 到Floom里面做一个缓存 缓存大家懂吧 就比如说我访问的这个进攻这条数据 东哥公司里面的这个程序设计了 这条U2 缓存在服务器中 缓存在三秒钟 不要了 就这个意思 那真实的工作中 可能在Floom里面 他决定如果说是存在数据仓库里面 有可能是存一天存三个月 还存十年 这都是工程师和数据产品经理 共同决定的存多长时间 知道吧 如果说数据产品经理一年都不懂 有时候就为工程师忽略了 他自己就直接删了 有可能再找那条数据都没有了 就是在日常工作中会遇到这种很多坑 那我们懂 但是不去写 所以我们懂得越多 越能知道我们 能够支撑我们的产品分析 对不对 那卡夫卡就相当于什么 卡夫卡就是消费嘛 对吧 生产和消费嘛 就是对你Floom里面 Floom收集了你Web买点的数据 然后那卡夫卡去对这个数据进行消费 那Spark Streaming的话又是什么 Spark Streaming的话 他是进行一个流式计算 刚才我举的这些例子 东哥这个公司应该也是有 你看东哥这边的话也有这种 看了又看 这种的话就是通过 Spark Streaming好吧 还有什么Fleek 然后这一层一层的数据 你分析恶务的数据 你可以从 从恶务的首页 他采集了 然后你搭建数据仓库的时候 一层一层 这一层就是ODS层 他怎么样到数据仓库中去 他要经历一系列的处理 对不对 那一系列的处理 首先他用Floom去缓存采集 首页的数据 买点的数据 然后通过卡夫卡进行消费 卡夫卡的话呢 可以到Spark Streaming里面 进行一个什么 进行一个流式的一个计算匹配 对不对 然后这个匹配完了以后 相对来说他也是一种 对吧 处理过的数据 是不是要什么 要存储在具体的数据库中 存储在这种结构化的数据库 关系型的数据库 是不是MySQL Oracle这种 然后当然了还有一个什么 德里亚 然后这种Archbest 所以我们数据产品经理的话 不是写德里亚 Archbest里面的具体的代码 而是我们要懂 他在哪一层上用 这样的话卡在哪一层 你就找这个代码工程师 这一次就等你改了 对吧 然后这上面的话就是应用程 这我们大家都熟悉了吧 就前面看到的页面 这个页面的话 他通过IPI就访问这些数据嘛 好吧 好 数据产品经理 在数据仓库中 总体上我们小结一下 东西上来说2C的话呢 是驱动用户增长 对吧 驱动用户增长 什么叫驱动用户增长 我这种是不是叫驱动用户的销售 增长 这也叫驱动了GMO的增长 这就是驱动用户增长 具体的例子 然后还有一个例子是什么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2B的 2B的数据产品经理更多是富能商家 就是我上次给大家看到的 我代归的一位产品经理 现在负责阿里口碑的这个富能商家 这个商家需要很多 取个例子 比如说他负责阿里口碑的这个商家 是卖劳议司手表的 这个劳议司手表 是不是后台有对应的商家 对不对 盛世国际这个商家 这个商家他有没有雷王 有没有服务态度怎么样 有没有卖假表 对吧 所以 所以的话呢2B和2C 它是紧密关联的 在数据产品经理这个身上 好 那我们就是刚才六六八说讲了这么多 那数据产品经理 我们自己想想一下 是不是我们应该懂 要懂技术 但不是说写代码的技术 如果不懂技术的话 实际上驱动技术 系统数据仓库的人 去给你开发数据商户 他说我只会为你设计表 那前面维度到底怎么分析 从哪一个维度进行数据商户的设计 他可以这样直接给你 那就很难受 如果您做好准备 对吧 好 还有一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两位朋友 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 一位的话呢是在天猫电器 另外一位的话呢是在淘宝大脑 我这边不能讲他自己的名字 因为这两位都算是老阿里了 还在职 淘宝时装大脑这个人的话呢 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学校 UiUC 就是说UiUC嘛 就是一例诺一大学 奥巴马乡丁分校 这个大学的话呢 就是算这个 算这个数据分析啊 通过数据分析 构建一些这个训练一些算法呀 还是蛮知名的啊 淘宝时装大脑的这个产品经理 就那个学校毕业的 他也就是说 意思是说他是懂一点技术的 但是他这么多年 他肯定是写不动单码了 然后这个天猫电器的这个人呢 一直是做产品经理的 后来应聘到天猫电器厂的这个 产品负责人的时候 大概是P8级的吧 然后已经80年的今年多大 40岁的吧 已经40岁了 但是天猫电器的这个人 没有淘宝大脑 淘宝大脑这个人是89年的 今年多大 今年31对不对 你看小了9岁 但是淘宝大脑的薪资 比天猫电器的这个 同样是产品经理 然后同样都是P8 他的都是P8 同样的岗位 淘宝大脑的这个朋友 比天猫电器的这个朋友 因为懂技术 高了什么 高了三分之二的工资 那你说工资是多少 给大家看一下啊 工资是多少 这边的话呢 也准备了一个 事前准备了一个图啊 大家看一下啊 P8 P8的话呢 是大概是呃 就是说那两个部门的话 我这个上线也就是说 呃 淘宝大脑的那个产品经理 他的薪水 如果说是拿那个啊 一百万的话 那也就是说他呃 他天猫电器层的那个朋友 要比他少三分之一 你想想 对吧 少三分之一啊 钱哎 对吧 所以那股份的话 相当于说这个派克姐就少了嘛 对吧 所以就是懂技术 对数据产品 也真的是那个干货 干货 非常有用 不是 但是懂技术 我也讲了 也给大家准备了 不是说让你去设计那些后台的代码表 啊 但是我们是懂自己该懂的技术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呃 这一点的话呢 就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数据仓库 这是我给大家那个 之前收集的啊 数据仓库 你可以看一下 数据 数据产品经理 数据 数据仓库方向的数据产品经理 无论是让你懂大数据 大数据的 长了 长了一点 好 回来 数据仓库 产品经理 你要懂数据仓库 各层 看到了吗 数据仓库 各层 我缩小一点 再帮你缩小一点 再拉大一点 看一下啊 这个 看 说人家召布性的时候 就是让你懂什么 懂数据仓库 各层的规范制定 就是ODS层 DW层 然后MD层 APP层 对吧 当然了 然后还有一个DWD层 说几详细层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主要我们知道 每一层是怎么搞的 你在面试的时候 比如说中层在面试你的时候 他一个测试经理 他可能自己还不一定有你熟 那这时候面试你 你如果说的 哎 很规范 很有符合逻辑 他是不是可能要你的概率会更高 对吧 还有 这就是说 我们学 刚才讲这些知道要干啥 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数据仓库的话 是按照三种方法 就是即讲这个 教你怎么样干 分九步话 去重新干一个数据仓库 同时也要讲一些数据仓库的含义 同时我们还要面试嘛 对吧 包括我本人也是一样 万一我哪天自己公司完全倒闭了呢 对吧 我容不到资了呢 下一言 我举个例子 当然还是要每个人都要自信嘛 对吧 然后你去面试的时候 人家这样问你 哎 我们这个课学起来才有价值 好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医学界 这个是我自己经历的啊 医学界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医学界也在招数据仓库 产品经理 医学界 给大家看一下医学界 数据仓库 医学界 医学界的话呢 已经是 应该是B轮还是C B轮 B轮是到账的 医学界的话 老板是瑞哥 大家都叫瑞哥 产品经理的话是阿龙 产品总监是阿龙 技术总监的话呢 是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大家如果说 真的是想做好这个数据产品经理 想干数据仓库 你认可这个方向 这种的话呢 可能是我可以给你推到 他这种关键人 这种公司的话呢 想死还是挺难的 尤其是今年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这家公司啊 他这个活的今天 不要太开心啊 这段时间 瑞哥说要扩大招生了 扩大招援了 因为很多公司都在裁员 或者说要便宜倒闭 他说他要招援 是因为他今年这个疫情啊 发展对他医学界这种 同时医疗治疗的公司 特别好 特别好 所以他生意在扩大 但是生意扩大 他现在也没有一个 完整的数据仓库 因为我参与了 他的数据仓库的一些问题 那他会练习什么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公司的人才结果 他有产品总监 但是产品总监是 智商和情商都很高 但是不懂数据仓库 然后他的技术总监 没有干过数据仓库 然后他只招了一个什么呢 他只招了一个 懂1.ETL的一个 数据仓库的一个工程师 这个工程师的话 他懂什么呢 他就懂 懂你有 刚才我给大家画了 这个行列是这个总线注定表 他只懂总线注定表 下面的那个落位落表 说白了 就是这个人比较年轻嘛 对吧 小朋友们还需要培养的一个技术 就他公司的人才结果 特别希望有一个 懂数据仓库的人帮他去干 他现在不懂的话 就找外员嘛 就偶尔可能 陪斯路 那个你什么时候有空 来我们这边那个 说说的高大上一点 就要指导嘛 实际上的话就朋友帮忙嘛 对吧 就是这样的话就 我去过他公司 他就会面识你 哎 你见过 建立过这个数据仓库 没有数据仓库的话 有哪些层 没层的话需要什么模型 需要哪些算法 我们团队的话 你觉得还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这是他面试会问的问题 那乐阁的话 他更多的跟你聊 看你这个人有没有干净 所以他面试的人 大概会有他的技术总监 就CTO 加上他的那个产品总监 他CTO也就是技术总监 这个人的话 干了还是比较久 之前的CTO是腾训的 现在这个CTO的话呢 也有腾训的 但是这个CTO确实扭屁 干了好多年都没有 都没有给那个那个闹掰 然后 但是他没干过数据仓库 年纪比较大 估计跟我也搬大搬小 半斤八两 所以他会这样面试你 另外的话呢 对吧 这些都是基本上会问的 所以我们学数据仓库 要能够去面试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如何培养以上的这个 如何培养以上 以上的这个能力 满足上述的要求 我要加快点速度 下面的话还要跟你讲 数据仓库中 为什么哈德普 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而且我们数据仓库的 产品经理 就不用去写这个 这个 这个哈德普组件中的 那么多代码 对吧 那写代码就变成工程师了 对吧 这不是产品经理了 好 那我们加快速度 如何培养以上能力呢 大家想一下一下怎么培养 我自己的先生经理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要学一点 计算机的基础 对吧 就比如说你那种线就证表 你不能把它当作物理设计表 对吧 这种是最基本的区别 你在日常人家写的这个数据仓库 这个PRD中 你一看 你说这个是 这个表 为什么是我们数据产品经理写 那实际上的话呢 别人 肯定是知道 你已经有一定的数据仓库的经验了 这个没问题的 一定知道 但是他觉得你还有待进一步生化 所以计算机基础还要学 Sircle也要学 这点的话会教大家 然后 哈德普的 零线的处理 下面就可以看到了 我给大家画了 哈德普的这条 零线的处理和实施的处理 刚刚呢 然后 另外就是熟悉SparkStorm的实施的计算的流程 因为Spark和Flink是目前两个流逝 计算处理中比较常用的 包含我给大家举的这三家公司 应该没有数据仓库 还没有上线 他现在融资的时候说有 但是实际上我自己比较清楚吧 然后他的这个劳易士 要马逊 淘宝这三家公司的话呢 他们都都是在搞什么 在搞这种流逝的计算 就是帮他的推荐算法搞得更精准 好吧 好 另外一个的话呢 还是要懂产品 产品的话就是懂这个诱须是怎么分析 对吧 就是你要有商业感 然后能够知道医学界 他将来需要怎么样推荐 医学界你第一件 有一句话讲的话 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在瞬间 几秒钟以内 能够明白一个事物的本质 肯定比花长年累月的时间 明白一个事物的本质 更容易去获得一个机会 或者说更容易获得这个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经验 所以的话呢 就是你看医学界 他实际上就是帮药厂去卖药 然后他卖药厂卖药怎么卖 他卖如果说是处方药的话 是不是都需要那种医生去开房子 是不是医学界 他的客户用户中医生是关键的 另外的话 药厂在上面需不需要 对医生做精准的广告 对吧 那他这边的话就需要一个数据商务 做精准的推荐 那你这样一聊 正好能聊到瑞格 或者说他的技术总监的信念 他觉得我现在就是推荐不精准 好 这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的这种sense 或者说商业感吧 因为医学界他要把药卖掉了 卖给医生卖的越多 他时期中间拿的提升和广告会越多 就是商业感嘛 好 这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种的话呢 我相信你们 呃 如果想讨论的话呢 我这边的话呢 主要是希望你更多的懂一些技术 我个人觉得这种产品片和其他片的话呢 是一种柔性的技能 他不是具体的啊 可能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培养一下 就是培养医学界 为什么医学界这种产品现在在疫情期间 能发展这么好 他要扩招 为什么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种产品 他可能早年的时候就通过一篇一篇的医疗的文章 药品说明的文章写出来 写出来以后 有些医生看了以后 觉得这种有心药啊 然后就用了 就这样越激励越大 越激励越大 对吧 好 另外学习的起到的话呢 视频读书 读书有时候是很累的 学习也是很痛苦的 但是学习有时候也是幸福的 就是我自己比较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没有给大家这个 去做这个教育或者说分享 那我只是跟某个女孩去那个约过前生节了 举个例子啊 那这种的话约过前生节过完了以后 我心里面是空虚的 那我自己去做分享的话呢 实际上我心里面是这个什么 就是说有这种成就感的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种学习的感觉 因为学习是有时候是需要你静下心来 去记住这个知识 雷解这个知识 然后应用这个知识三步嘛 所以我觉得这种都是我自己找过的 走过的路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关键的点 数据仓库的话呢 它大数据的一个处理的传流程 大家就是把数据仓库和Hadoop 组件去进行了一个雷解 在讲这个事情之前 我给大家看一个 看一个我给大家打开好的这个网页啊 大家都知道 阿把提是一个开源基金会 这个网站的话呢 大家做数据产品经理 我觉得你不做数据产品经理 吃到你都会知道这个公司的 因为所有的产品经理 都有可能变成数据产品经理 而所有的数据产品经理 都需要知道数据平台怎么搭建吧 都需要知道数据仓库怎么搭建吧 都需要知道数据仓库怎么搭建吧 那数据仓库它落地到的话 你是不是要搭建一个智能的数据仓库 这就跟业务落地到具体的产品线一样的落地 那你落地的时候 你可能少不了这个了解Hadoop和阿把提 对吧 所以我们 边看这个官网 边 讲自己的实战经历 哪怕你是一个 相信 如果说你是一个Hadoop的高手 我觉得这个官网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 因为他更新的话都是在这个官网上 对吧 你带高的高手人家更新了 总线信息变了 你肯定还是要看人家的 好 然后 这个数据仓库跟Hadoop 实际上的话呢 数据仓库是利用Hadoop 可以这样来内解 或者说Hadoop可以支撑更好的 去搭建一个好的数据仓库 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用白话来内解 至于很多理论的话呢 这上面都写了 理论 这是Hadoop阿把提 啊不 理论 Hadoop 包含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Hadoop包含的内容 在官网上写的非常清晰 Hadoop包含的组件 最重要的组件是底层的HDFS组件 这点的话呢 我在这边写了啊 在这边的话呢 都给大家写出来了 看到了吗 但是我要用白话去解释一下 我们一起争取一遍的技术 那下次的话是不是节省时间了 好吧 好 为什么说Hadoop支撑了数据仓库的勾件 我们看一下 数据仓库的 数据产品经理 人家要求你能够负责 从数据采集到 到整个模型供应流程 到 数据的 新鲜度 准确度 维度 去支撑你的产品 这是一个真实的 这个数据 数据产品给的这个待遇还是OK的 SK40K 16星 然后16星 然后就是这个 就是让你 让你懂数据仓库 那数据仓库人家讲 就相当于从日记采集系统 到业务 业务系统 到核堆爬虫的第三方 通过ETL抽取到数据仓库中 能够支撑报表 就是你要懂这一套 那懂这一套的话 这一套过程中这么大的数据量 它就需要数据仓库 好 数据仓库的底 数据仓库的底层 就是对数据的一个存储 对吧 因为数据仓库跟数据壶一样 它都是大批量的存数据 那数据仓库为什么有哈德普呢 哈德普是一个 应该说是最牛逼的一个 对数据存储的一个生态体系了 对数据处理的一个生态体系 那它的底层 哈德普的有个底层 好 这一页看完了 我给大家仔细的讲这一页 这一页的话结合了什么 结合了哈德普和数据仓库的一个处理过程 我们看一下啊 哈德普 数据仓库 我们来结合看一下啊 数据 底层 是什么 底层是集成了集成 集成了 数据 那是不是这句话就是说需要 需要存储数据 这就理解了为什么跟哈德普相关了 存储数据 这就是一句数据和哈德普的关系 好吧 数据和哈德普是什么关系 因为数据仓库的底层是集成数据的 那这么多数据存在哪里 存在哈德普的生态体系里面呀 哈德普的生态体系用什么来存 HTFS来存呢 好 HTFS 大家有兴趣可以打开这个网站 你知道是要打开的吗 对吧 然后哈德普 这个存在哪里 存在HTFS HTFS对我们做数据产品经理 HTFS 哈德普的故事 HTFS的故事的话 对做数据产品经理 我们会越来越感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哈德普的话呢 这个英文哈德普 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字母 他本身没有任何任何实际的意义 他就是哈德普这个创始人 叫东什么什么 那一个头发快掉光的一个人 他小孩有一个玩具 长得就像大象呢 往里面去填充了一个玩具 他就叫哈德普 所以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这样来的 那这个人是在哪里 谷歌啊 好吧 很有意思啊 就想他实际上就是哈德普 是这样来 那哈德普的话呢 这些数据仓库的数据需要传起来 传在哪里 存在HTFS HTFS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的是哈 这个HTFS代表的是哈德普 Distribute 分布 Fail F是Fail System 分布是文件系统 那这个是分布 HTFS是怎么来的 所以说起产品经理知道这个故事 可能会增加我们学习 三桌数据仓库很难搞 然后搭建起来一个好用的数据仓库 医学机的话 从去年搭到现在搭了一年了 现在好不好用 改天我可以问一下 估计还不是那么好用 肯定没有样子性那么好用 人家搭了十年了 对吧 然后增加我们的兴趣 因为难 那增加我们的兴趣 那HDFS是来自于什么 DFS DFS 好吧 就是他为什么来自于DFS D代表的是谷歌FS 就是说谷歌在可能001年以前 他有一个人写了博士论文 叫谷歌 Fail System 谷歌文件存储系统 谷歌大家知道是干嘛的 就是干搜索引擎的 他的搜索引擎 需要存储大量的数据 对不对 他有了自己的文件存储系统 然后他是谷歌 那阿帕奇是一个开源的公司 开源了一个第三方 一个地坚会 那大家 谷歌以外的公司觉得这个论文 写的太好了 那要把它实现出来 是不是就产生了HDFS 好 我们再往上 往上队 我们就看这个Hadoop 为什么能够支撑数据仓库 我们做数据仓库的产品 为什么还要知道给Hadoop的一些逐渐 那再往上这一层 这是Hadoop的最底层 Hadoop的最底层 同时也是什么 数据仓的最底层 Hadoop的最底层 也是数据仓的最底层 再往上楼 往上楼的话 我们再结合我给大家写好的这个图 写好的这个图 写好的这个图 是我根据 我自己做过的这种 数据仓库 它计算的流程写出来的 但是这个的话 就是看起来不是这么白话 因为画图的话 你把白话画上去画不了图 没逻辑 但是用白话来讲的话 你就得配合这种逻辑图一起来讲 好吧 我们看一下 最底层 就是指 从web 从ipp 从web 从ipp 采集这个数据来了 对吧 采集这个数据来了 在最底层 最底层的 这是应用层 两个最底层你都可以叫 这是应用层的最底层 这是存储层的最底层 这个图定 你可以从两两头来分析 都可以 我们这个Hadoop 数据仓库的最底层 就是在这一块看到了吗 就是在 Hado 这一层 但是bugs gmhbs 这一层 这是数据仓库的最底层 就对应什么 对应hdfs 好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官方是不是这样 hdfs 然后什么呢 MapReduce MapReduce是在上面的 是计算层 样这一层 好吧 样这一层 样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yai 样的话 如果没记错的话 样是it another 应该是另外的一个 文件存储 它是一个调度层 调度层 好吧 我再给大家看 这边画的就是 正在解释的是 这一层它怎么样 这是数据产品要知道的一个数据处理流程 这里面的话呢 帮大家一起去搞这个数据处理流程 为什么 Hadoop生态体系能够支撑数据仓库 这样两者结合出来的话 我觉得干出来一个数据平台 还是有可能的 这一层的话就是包含了样这一层 样 好 样这一层 那再往 再往上 就是计算层 这样也是Hadoop的生态体系 对吧 那再往上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说MapReduce这层 MapReduce的话 它为什么有的人还有SparkStream 我给大家画出来的 MapReduce 这个东西的话再往下达 就是写 就是在这个官网站上 就是在Hadoop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设计产品律 需要知道的 你就要知道 是不是Apache基金会一级一名 一级一名好的一般 就Hadoop.Apache.com Floom.Apache.com Spark.Apache.com 这都叫 Apache开转网站上 对数据产品来说非常重要的功能 好吧 那是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Hadoop 官网对吧 官网的话 他讲了 最底层的话是HDFS HDFS这一层 然后上面这一层是样 再上面一层是MapReduce 那怎么样跟我给大家画的这个对应起来呢 好 MapReduce上面这一层 最底层的进行了一个数据的存储 那这一层 存储层 最底层存储数据存储 存储数据 存储数据 这一层 那样这些层是调度数据 因为数据那么多 那Floom这一层按道理来说 Floom这种 实际上你也可以Floom这种的话 可以放在这种一种一种调度的一种 然后MapReduce就是什么 计算层 那计算层的话 我们再来对应一下 我给大家写在PP中的计算层 因为你实时的计算也好 流量计算也好 它都是计算 但是MapReduce它只能处理流量计算 而不是只能处理存量计算 不是流式计算 MapReduce存量计算 存下来的存量计算 存量计算 好 我们再来看 再来对应一下 我给大家画好了这个图 然后这样两者来解释一下 这个图代表什么意思 看一下啊 固体层 是 HL5 HBS啊这些 存储数据 也就是说 你说自己的数据库很进来 因为这种也是要落到库里面去嘛 就是把它变成物理的可执行的表嘛 对吧 这是最底层的 存储数据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中间在一块 中间在一块 卡夫卡 Floom 然后这个Smoot 然后Scoop 然后这个HDFs 这些都在干啥 都是在做什么 在做数据的调度和计算 对不对 那这边具体的计算是什么 具体的计算 做流式计算的 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写出了 流式计算的是Spark Streaming 这种功能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Spark SP 你可以打开这个官网一起拼 SPA Spark 因为我经常看这些 看这些 看这些这个数据 数据框架的一个发展 Spark看一下啊 是 暗发一个 它是一个什么 Analytical Energy 一个分析计算引擎 什么Large Scalar Beta Processing 数据处理 所以我给大家画出来 它是一个 你看 看到了吗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Hadoop 处理的数据量很大 但是Hadoop有个缺点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说Hadoop 还需要发展到 我给大家又又又又写 这条线的话 更多的这条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条线 红色的这条线 更多的是代表 Hadoop的生态体系的 就是最早期的 那一条处理的线 但是Spark这条线 我给大家用这种 蓝天蓝色的画出来的 它代表的更多的是 Spark这条线 就是说 对数据的 Rain in Time 处理的一个过程 你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同样一条数据 就比如说一条日资进来 举个例子 这条日资 跑到亚马星的网站上 通过Hadoop 这条线来处理的话 可能要发110 举个例子 110分钟 它是用了s 用了秒 110秒 但是用Spark 它只需要用0.9秒 大家看出来了吗 所以Spark是用来处理什么 就是Spark是用来处理 就是就是 就是亚马星 这种实时出来出来的数据 看了又看 这种看了又看 看了又看的这种数据 看了又看这种数据的话 一定是通过Spark 或者说是Flink 阿里的话 再改到自己的云梯 然后自己写 在Flink的框架基础上 再写自己的Flink 对吧 这些阿里巴巴真的干的事 因为Hadoop Hadoop对应阿里巴巴的产品 叫什么 产品叫云梯 知道吧 叫云梯 就是说他不叫Hadoop 但是他的逻辑是来自于Hadoop 好吧 所以他Flink 以后可能也不叫Flink 他的Spark 可能也不叫Spark 就是自己改 用看了又看 大家看到吗 这种你每次搜索 一个内容 看了一看都不一样 大家不信 你看一下 产品进化论 我给你搜索一下 你就能感受出来 产品进化论 这样你对比一下 有对比你才能有感觉 看来看 同样我搜索 我这个带入不同的事实 这样一条日式设计 匹配到 经过 类似于Hadoop的 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Spark使用这样一个实时的计算 他就得出来不同的值 看到了吗 这是搜索产品经理的结果 就是淘宝的搜索产品经理 或者说亚马逊的搜索产品经理 它产生了具体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界面 所以数据产品经理 你继续要画界面 也知道这个界面上的值怎么得来的 往后去推 对吧 好 那在这样的一个表里面 这样的一个表里面 我们数据产品经理应该懂什么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好吧 我这边画出来了 也给大家讲了 但是还是要再再总结一下吧 总结一下 懂什么就给我们用了呢 我用笔记吧 笔记一下 乍不理 这个的话我是经常用习惯了 用必要一个 好 懂什么呢 懂 这种HDFS 首先是懂Hadoop生态 Hadoop生态怎么懂 Hadoop生态的话 即使是像那个 Hadoop Hadoop生态 我应该写个生态 因为人家确实是一个生态 就像你操作系统一样 Windows是一个生态 对吧 Windows上面有很多office 那office是属于Windows上面能跑一个组件 一个应用 但是Hadoop的生态 合作的紧密程度 比Windows还要紧密 Hadoop生态 大家怎么样能熟悉Hadoop生态 怎么样能够懂 很简单 你就是自己花时间 你来个 来个什么呢 你看 flinkup7.com 然后这个什么 实际上你装 目前在国内 70%的Hadoop 你装的不是Hadoop 你装的是CBH CBH的话 大家可以记住 CBH这个英名是 然后Archew Claudia 搞大数据的人 没有不知道Claudia Claudia 你如果不熟 不熟的话 我帮你 帮你看一下 Claudia 所以我们装的Hadoop 大部分装的不是Hadoop 装的是CBH 国内目前的公司里面 70%以上的公司包含京东 他用的也是CBH 好吧 就是这个 好吧 CBH CBH 就是CW的就是Claudia 好吧 这个H才是Hadoop 然后就是说CBH 是Hadoop的一个分支版本 可以这样累解 但是这个版本很有比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更新的评论 你看看看 我这样放放放 水平什么都划到不完 也就是这个版本 是在国内用的是最多的 780%的 好吧 Claudia的话 是一个搞大数据的 搞大数据的一个 一个开源的一个公司就行了 好吧 所以Hadoop怎么熟悉 我们要懂Hadoop怎么熟悉 Hadoop生态怎么熟悉 就是看Hadoop生态的一个官网 好吧 它有很多很多组件 Hadoop Hadoop的代表都是大象 但是它组件的话 它的关键组成就是有这样三部分组成 HDFS组成 样调度层组成 还有Mapreduce 计算层组成 Mapreduce 计算层的话 我们看病经历要懂Mapreduce 分三步 它就相当于有三个函索 Mapreduce Mapreduce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这些现场举例 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 我通过Mapreduce 去计算这个word count 那是不是这里面的话 有这样几行数据 有Hadoop common数据 有Hadoop HDFS这一行数据 有这个样数据 有Mapreduce这一行数据 举例啊 那通过Mapreduce 这个函数就是把每一行读出来 好了 解释吧 那Mapreduce的话 它是不是要统计下 Hadoop这个词出现了 一 二 三 四 出现了四次 对吧 那通过Reduce的话 会把Hadoop放到一个block里面去 所以Mapreduce的话呢 就是相当于Mapreduce 有Duce的函数 最后再来一个主要函数 大概就是三个函数 这就是 数据产品经理能懂得这些的话呢 那再接下来的话 就是写函数写代码了 那如果您真的数据产品经理 您有经验的话 还可以去写 没经验 没必要去写 但是我们要懂它的处理的方法就行 好吧 就是Hadoop的 用白话来讲 它就是这样处理的 那怎么懂 就是看Hadoop 点Apaq 点Vaq 那我们这是第一个懂 懂Hadoop生态 但是我们往下去猜一下 猜的话呢 就是懂 懂 HDFS 是它的文件处理系统 文件处理 文件存储系统 文件处理没有错 但是你要讲 它是用来传文件的 也是文件的处理 然后的话呢 它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Mapreduce 这两个 你可以把样犯掉 要样的话 现在很多公司不用样 不用样去做掉 因为样做掉 大家还是觉得它慢 对吧 然后用Mapreduce Mapreduce 给大家用白话讲了一下 你就懂这些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驱动技术 去开发 具体写代码 Mapreduce 但是你要知道 Hardware生态的话 最底层是Mapreduce HTFS 上一层是样 然后再往上的话 就是Mapreduce 这种分层 好吧 另外Hardware用处 我们要懂 Hardware用处 刚才给大家写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总结 Hardware用处的话 就是用在数据仓库里面 用什么 Hardware DOOP 搭建数据仓库 对吧 搭建数据 搭建数据的话 我们之前的搭建的方法 都是用产品 从需求的角度去建议 围表 那围表的话 是不是需要硬上 这边的话 就是大家受伤的时候 就需要这个Hardware 大家受伤 Hardware还有什么用 Hardware的话 刚才给大家看了 想还有什么用 是不是做什么 要推荐 做数据的 呃 智能的一个推荐 智能推荐 智能 智能推荐 然后这个用户画像 好 用户画像的话 也可以做 对吧 Hardware的话 还有 还有一些作用的话 就是数据存储处理 当然了 都包含 搭建数据仓库里面了 然后这边的话 也讲了 Hardware的话 你的日誌 通过flow 等等 也可以进行搜集 这边的话 也是属于Hardware 生态体系 好吧 那对Hardware 这边的话 我们懂这么多就行了 如果说 你想懂得更多 那你就是把Hardware 生态体系给 给画一个 画一个 快速地画一个 HDFS 最底层 HDFS 最底层 放在最底层 然后你作为它的答题 然后的话 上一层的话 你放一个样 YAR Y ARN 样的话 是这个YARN Y是代表 it another resource 这个negotiate 就是另外的 社区资源 协调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调读层 样层 那 这个图 如果绘画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累解了 数据仓库和Hardware 的关系 以及在Hardware 从我们知道的这个程度 就可以了 你能绘画这个层 那另外的话 我们看下 这个 Hardware 生态体系 怎么了解呢 尽量多写一点 HBS Base 好 HBS 也是在这一层里面 HBS 它自己就可以标读 HBS 也是根据谷歌的这个 论文 去实现出来的具体的功能 HBS HBS 可以直接读 这个不协通的样子 去调这个HDF层里面的数据 就这样一个关系 数据仓库 为什么我们在实际中 我们的数据仓库 更多的是Hive 对吧 更多的是Hive 这种就是传统的 因为为什么是Hive 大家知道吗 因为Hive的话 直接用cycle去多增三改查 就可以嘛 数据仓库也需要维护 对吧 好 但是Hive的话呢 不是通过 Hive的话呢 它更多的是通过 样这种层去调动 所以我这边的话 HBS跟Hive 是有一点区别 我们要知道 好 Hive的话呢 就是 可能大家知道的是 Mohout Mohout的话 大家有没有 对机器学习感兴趣的 你学过机器学习的话 你要知道 Mohout是非常不成熟的 一个一个框架 但是呢 一直发展的速度很快 在各个公司里面 招的技术人员的话呢 这种技术人员 给他的工资比较高 就这种人能够装 Mohout的话呢 它是对这个数据 也是进行了一个 处理 在样子的技术上进行处理 还有一个 像京东里面 面试的时候 我可能会问你 Woozie 有没有听过 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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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zie Woozie的话呢 是对这个数据的话呢 进行一个 数据流的一个处理 数据流的一个处理 数据流 也是在样子上 好吧 那如果说我们 这些都不知道 还有一个 哈德普有一个生态 有一个软件 是咱们干的 ZooKeeper ZooKeeper ZooKeeper这款软件的话呢 它就是直接从底层 一直录在上面 这是哈德普生态体系 哈德普有这样的生态体系 就是因为有的数据 需要做实时的推荐 好理解吧 有的数据需要做实时的推荐 对吧 我们我们收个口罩吧 不能光收那个书 然后收个口罩 这个口罩的话呢 这种 在商品的这个 落点页 下一页的详情页 它就会有这种 实时的推荐的数据出来 实时的推荐数据出来 但是 这种实时的推荐的数据 是很占用公司的资源的 它需要大部分的数据 都是存下来的数据 所以 这些不同的组件 是针对不同的数据处理 不同的数据处理 好理解吧 就是说这些这么多组件 是干嘛用的 它实际上是针对 你作为产品经理 你提出来不同的需求 它就会用不同的组件 技术人员 好吧 Flomo的话 我们刚才讲的 Flomo的话也是从 从最底层 从那个日资采集层开始的 对吧 就是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外数仓 跟大数据处理的话 关联起来了 好 这是Flomo 主Kplot也可以从什么 也可以从日资里面 直接取数据 然后HTFS也可以通过 Flomo等等的 从这个日资程里面 去采集数据 那Flomo采集数据 是不是也需要 需要传给什么 传给那个Scooper Scooper 就是数据的一个交换和处理 对不对 因为Flomo的话 这是日资采集的数据太粗了 好吧 这边的话呢 我个人 我个人的话呢 就是如果让我去搭建 一个数据仓库 然后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数据工程师 我可能会把这个数据工程师 数据工程师所用的工具 主件给它写出来 让我去招数据工程师的时候 那我就能负责整个产品 我就让这些数据工程师 负责不同的 负责不同的组件的撰写 或者说一个数据工程师 最好这些组件都会写 好吧 这就是讲了什么 就是讲了我们的 呃 大数据处理和数据仓库的一个关系 因为你数据仓库是 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 它肯定是一个大数据 不然的话 你不是这种TB级的 你就不要交数据仓库 那你就需要数据几次 那既然是 数据大数据 那就要雷解大数据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生态 所以我们介绍了哈德波生态 好吧 它的处理流程就是这样的 从日资采集通过英杰克斯 处理这里面的话 很多都是利用大数据 哈德波的生态的组件 在做数据处理 好 那讲到这些的话呢 对我们数据产品经理 和技术工程师 我们要做一个区隔了 做一个区隔 好吧 哪怕你去真的负责了 医学界的医生站的这个 落地数据仓库的数据产品经理 你也不可能把他CTO给替代掉 那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这边我们快速的做一个区别吧 数据产品经理 产品经理 与这个数据技术工程师 这个数据技术工程师 它包含的范围太广泛了 你可以把我刚才给你画的这个图 你想想这里面有多少不同的工程师 一个能搞得定这种数据存的文件 它能不能搞定 Scoop这种数据交换的文件 它能不能搞定 Winley这种数据计算的文件 它能不能搞定这种Hive数据库的文件 实际上不一定的 对吧 能不能搞定Floom的文件 Floom可能还好写一点 可能会写加号电码的人能够写Floom 然后可能培评一下 拿个配置文件就可以配置安装一下Floom 但是接下来写一下也好写 但这个等型上的话 还是需要不同的算好工程师 那我们看一下区别 数据产品经理 小叠项我们刚才讲巴拉巴拉 讲了数据产品经理 建数据仓库充件 优化件 讲了这些 然后还讲了这个数据仓库中需要大数据 那数据产品经理 总要跟这个数据技术公司有点区别 我个人觉得 首先数据仓库 产品 刚性职责 职责 需要什么 大家想象一下需要什么 第一个我觉得数据仓库 一定要知道数据需求的盘点 就是知道这款产品构建数据仓库 比如说我干哪咋咋 我是从用户角度 这个用户是什么 千千万万个消费者 消费的是日常的用品的 3C的 然后这种吃的饮食 因为他2C的 然后医学店 他建的数据仓库 需求是什么 数据仓库的需求分析 所以数据仓库 他的用户就是医生 医生看文章 看的是药厂的新药的说明书 那新药的说明书 还没有研发出来的药怎么写 研发出来怎么写 那还有这个医生 他自己能不能产生一些文章 医学介绍 所以数据仓库的需求 在维度 如果说是在哪大大这种上面 他就会有用户的购买产品的分析 那在医学界这边 他就会有一个分析的维度是什么 医生生产的文章 医生消费的文章 这样的维度的分析 好 这个需求用实际的案例和大白话来讲了 这是数据产品经理的 应该负责的一个钢区指责 还有一个数据 数据的数据的数据是什么 从数据主题集市 集市到数据的产品规划 能不能规划起来 我给大家画很多 从数据集市到数据仓库的那些图 你也要自己画出来吧 有可能让技术总监给你画 对吧 或者说你自己是产品总监 或者你还不是 你就是负责数据产品经理的 普通产品经理 那这个活还是得你自己去规划 另外 数据仓的产品设计 数据仓的这个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 然后第四点数据产品经理应该会的是 数据的模型 数据的模型 数据的模型有几种 我是用了多位分层模型 还有什么模型 还有EA模型 但你可我没有重点讲 因为目前在实际工作中 大家用这种多位模型 建数据的特别多 EA模型就是实体关系模型 实体关系模型 是不是让我们去建模呢 也不是完全技术的 所以我在对比嘛 但是你要知道 有数据的模型 我们要负责 第五点 围表 业务 支持 这个围表业务支持 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是给医生推电药 那你就要有这种围表的一个分析 这是跟第一点在细化出来的 第六点 第六点的话呢 你还要支持什么 支持ETL 我们想象一下 数据仓库每天有这么大的数据 大家想象一下 我每天随便访问这种金钟 这种用户有多少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十个亿 也有一个亿吧 就它的一个亿是很容易有的吧 那这么大的数据量 这么大的数据量 大家想象一下 你的数据仓库 如果说没有很好的ETL 进行数据的抽取 转换加载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图 如果说你没有通过 刚才这个Flom去 对吧 Flom里面如果说没有ETL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你到这个Spark里面存在HPS里面 你会存多少张数据 我们又知道数据仓库一定时间以内是不变的 所以数据仓库里面存的数据是具有稳定性的 那你前面是不是 你作为数据产品经理 你整个过程中你要懂ETL 它有哪些工具 Informatica一款工具 Kettle 三节课给大家写过 这样的工具 我自己身边常用的工具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写ETL里面呢 AE的那几个那几行代码 T的那几行代码 如果你愿意写 你可以写 我觉得不行 那些东西一点都不漏 但是你要知道 这些东西就是在这件数据仓库的过程中 你有了很高维度的 很密集维度的一个思考以后 你的ETL就好出去 如果说没有的话 你这个表抽起来是很累的 花的时间是很长的 就是还是你的维度思考 就是在电数多长的时候 所以让大家有一个维度思考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说 呃 第七点的话就是支持这个未来的业务吧 支持啊 或者说叫业务 呃 对未来的 分析决策的需求能够满足 因为你建一个说仓 要有定的发展嘛 未来的一个发展嘛 好 那 技术在这个过程中要区别的话 做仓的架构 做做仓的架构 做仓的架构 对吧 做仓分四层 那四层的话 我并没有跟你说 那四层里面每一层 它的架构怎么架构的 对不对 这边的话 我只是给大家这样画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吧 这边的话有四层 那四层的话 对应的有这些 对应的这些东西 Flomo 他这个采用Flomo这个框架 这个的话呢 技术可以决定 是不是要用Flomo 不用Flomo直接放到卡卡里面行不行 这边的话技术要判断一下 对吧 好 做仓的架构 这是技术负责的 还有呢 做仓的技术选行 为什么用Spark streaming 不用Flink 因为他来都可以处理流失计算 这个技术自己去选吧 如果您懂得多 那你可以去帮助他去做抉择 还有服务器的大小 你这个做仓有这么多数据 服务器购买多大的 有时候 如果说您是公司的 真正值得带到这个数据产品的负责人了 这会儿可能老板让你去买服务器 因为老板信任你 他就让你去带这个技术 有这种可能的 服务器的大小 服务器大小 大家知道怎么算 就是这样去从通过你对公司的UV 就是你是产品经理吗 你肯定大概知道公司的发展的业务的一个情况 每天公司有多少这种UV 那每一条UV每一条事件 每一条日志 大家知道每一条日志是多大了 每一条日志 行业里面的统一的默认的 大家认可了 是1KB 那你去乘吧 OK 你是需要举个例子 你是需要多少T的数据 这样的话才有件 你一条日志 一条访问是那个一条日志 一条日志是1KB 那1020KB等于1MB 1020MB等于1DB 1020GB等于 等于多少 然后10个等于多少等于多少期 然后一直算到多少日币 对吧 这样的话 一层一层算下去 你到底就能算出来 你该买什么样的云计算 你买亚马逊的 AWS 还是买阿里云 还是买华为云 还是买腾讯 这就随便了 但是你的基础是来自于 所以技术相互了解了 所以这条的话 所以产品经理可以懂 但是所以产品经理 如果说你公司有技术了 那就让技术去算 但是技术的话 往往会给你汇报一下吧 如果这个你都不知道的话 说明目前你在产品团队中 他还没有把你当成一个 核心的驱动的角色 好 还有就是要知道数据库吧 因为最终 大家看得下 最终你的数据是要落库的 我这是用MySQL 对吧 关系性数据库 你要落库的 对吧 好 要懂 数据产品经理 你要懂 下面这个是数据技术的工作 这是产品经理 这个是刚性指责 这个是数据产品 因为柔性指责 柔性指责就是我们懂 但是自己不做 柔性指责 指 指的 柔性指责 好吧 我们懂 但是不是自己写 然后数据库 还有应该懂什么 还有一个懂 数据 像Hadoop的这种 Hadoop的生态 要懂吧 Hadoop Hadoop生态 好吧 这是数据产品经理 应该懂的 Hadoop生态的话 你就看个罐子上 知道 知道这个Spark 他是干嘛的 他是原来跟很多部是一样的 他是做计算的速度特别快 然后 CBH 他是一个版本 然后Apache Flink 他也是做计算的 他架构都有了 你看 他上面让你怎么配置都写了 写的很清楚 那你看到了吗 这个Power by Flink 就是说 这个支持被IWS指责 阿里巴巴支持 所以我刚才说 阿里巴巴有一个数据科学家 叫 李飞飞 这个人 阿里数据科学家 李 飞飞 这个应该是有 这样搜 搜不到他的百度百科 你可以搜到他的百度百科 这个李飞飞是搞AI的 阿里巴巴还有一个 看到吗 蓝版的李飞飞 他搞数据科学家的 他 就在跟另外一个人 跟假洋青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数据和AI很难分开 假洋青 跟这个数据可以这样 这两个人 就是干这个事 他刚才给你看到的 这个弗林克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他俩家在干的事 就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和刚才这个蕾飞飞 蕾飞飞 这个蕾飞飞就是 数据库科学家 典型的纯数据库科学家 这个人的话呢 是AI科学家 一个搞算 这个是相当于搞算法 这个就是搞数据库的改造 这个这个蕾飞 阿里巴巴 蕾飞飞 看到吗 数据科学家 他就是在写这个 在改造这个支持 这个弗林克 这个开源的这个白 好吧 他可能以后 就必定叫弗林克了 这不知道没关系 但是我们知道 他就是从弗林克来的 我们要懂 就是说 懂这个生态 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他的资深什么 弗林克是资深流失计算的 他的存量 存存量计算 还是靠麦克主 就是 麦克主的好处 有一大堆 缺点也一大堆 算得太慢了 好吧 这就是数据 裁面经理 经过数据仓库这一章 我们应该掌握的是 数据仓库 你能够进行数据分析 能够进行数据的需求的维度的 主题集市的维度的分析 能够进行一个 根据你的数据分析的维度 建立你数据仓库的微表 而不是说物理表 然后的话 你有数据仓库的模型 数据仓库的模型 模型我讲了 日期 我是不是画了一个全部 下面几个 几个这种模型 还有一个新型模型 学校模型 然后你支持ETL 然后你懂 计息决策 然后你还能懂这些就可以了 但是下面这些 不一定需要自己写 上面这些是需要我们 数据产品经理 自己要去写的 就是你写数据的 这个数据仓库自己写的 下面的话不一定是自己写的 是要懂的 好 那我们 数据产品经理 数据仓库的产品经理 懂了卖写 该懂的 该写的我们都会了 过来以后的话 假设你去瑞格的公司去去面市 数据仓库的产品经理 那它是很稀缺的 还有那个丁东小区 丁东买菜 它也是很稀缺的 对吧 那你去面市的时候 无外乎 它的产品负责人 接到了这个购建数据仓库的需求 对不对 接到这个需求的话 可能他没有这个数据仓库人员 他所以需要招聘 他就会 来问你 他可能装 如果说他自己研究一下 他会觉得数据仓库 分成一代数据仓库 一代数据仓库 就是我给大家跑的这种表 这是你可以把它叫做一代数据仓库 好吧 就比较原始和low逼 以数据库和XL搭配为主 好吧 然后二代数据仓库 就是我们现在在处理的 三代数据仓库就是自门型的 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一旦去面市的时候 你知道有一代二代 数据仓库分成一代二代三代就行了 好 数据仓库的话 他也是从业务来的 业务就是映证 对吧 从业务到ODS ODS就是最底层的 最传出层的 然后MID就是那个MW Marketing就是市场的意思 到数据仓库好吧 这个就是新型数据库 然后那个叫 尾表 就是一条事实进来 你要记住数据产品 我们懂这个事实和尾表 一旦你懂了这个 即使是你公司里面的技术 真的不愿意写那个 物理表的话 你也可以真正指的你来 对吧 你也知道他大概能花多长时间 你有多少事实 对吧 就是一条事实表 一条要对应的这些围表 围表可以复用 围表的话 复用它有一致性 就是你构建的关键指标 在不同的围表中不要同合 它的逻辑维度要不一致 好 你是 这还是 假设你是一分蛋的这个数据产品经理 对吧 然后接着这样的需求 你分析 你要构建第几代的数据仓库 然后自己的经验 然后能够构建这样的围表 再接下来的话 你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对吧 比如说他愿意找多元 他可以找我 对吧 然后他可以帮助协调 然后可以数据仓库工程师需不需要 然后数据仓库工程师 在我们数据产品经理中 我们要知道他有越动越动越一提二的 这就是市场上的真实感觉 所以你听起来会很可笑 很可笑 就是说搞Hadoop的人 他大部分是写Hadoop里面的那些配置文件的 比如说Flink的下载啊 Spark的下载啊 下载以后是不是要配置 DXPC解压 解压以后是不是要配置 配置文件以后是不是要写代码 像Flink的代码是不是 解压完 解压完第二波时是那个配置配置好 是不是要写掉代码 交代码的话 是不是把他加包到哪里去 Flink下不是到卡布卡里面去 所以那些人他 他他他天天写那些人 他觉得自己很金贵 他不愿意再往深度去走 往深度走 他就走成什么了 他可能就还要懂ETR 还要懂所以这些仓库怎么建的 他不愿意懂 所以的话呢 目前市场真实的需求是 对仓库工程师某种程度上 这个工程师约等于ETR工程师 这是一个既搞需要又是无量的一个话题 然后场景改版 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医学界目前在改版很疯狂 改版的很很很快 公司的话呢 大概三百人应该是有了 六百公司快有三百人了 四轮的公司 四轮的公司 B轮到账 C轮的公司 然后他的这个改版 改版的这个逻辑 就是为了构建一个智能的 智能的 他叫智能的这个数据中台也好 智能的数据仓库也好 就是在改版在数据数据 分门别类的搜紧 这些就是维度 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大家可以仔细看下 我给大家小好的 这些维度啊 跟我构造 哪吒到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 哪吒到 哪吒到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个维度的话 更多的是从他112的维度来构建的 他112的话维度是分成什么 分成什么 这个大家自己看吧 但是你如果说懂了这个数据仓库 构建的逻辑 你可以慢慢的学一下 医学员是这样分的 这些维度好吧 最后是一个那个 总结 总结的话就是 这个数据仓库 这个总结的话呢 我们就 大家看一下 整个过程 数据仓库的过程 都可以叫原数据管理 这里面的字编 数据的细节 然后都是叫原数据管理 这个比较有个好处 就是把这个英文的缩写 都给加载进来了 好吧 这个是按照我老同家阿里云 来进行一个那个 架构的 因为阿里云的话 他经常会改造 阿帕奇 阿帕奇上面的这个 把人家东西都改造一遍了 你看现在改造哪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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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k里面来了 把海德博森的体系 完全学了一遍 好吧 这都这边数据 那这边的话 总结 总结一下 我们 整个数据仓库 这一小章节 是不是我们要懂 什么是数据仓库 什么是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 它是面向主题的 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 各个业务线 给这样代化来理解 然后面向主题 一定时间以内 经过 一定要抽取 它进行的数据集成 这就叫数据仓库产品 我们这第一点 我们要懂吧 看着这个图 看着这个图 第二点的话 数据仓库能干什么 数据仓库是不是能干 能干智能推荐 能干用户画像 能干智能报表 能干什么 我觉得数据仓库 还能够复发出来新的产品 像字节跳动 特别 把他的这个数据仓库 干的就很智能 他从字节跳动 从一个APP 能够复发出来很多APP 它里面的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 构建的那个维度表 它里面的那个 多维模型的 多维表中的日期模型 和用户模型 是不是十年都可以 重复利用 对吧 他的用户 然后能够在这个多闪上 是不是也可以放在金字头条上 也可以放在这个抖音上 也可以放在西瓜视频上 所以 有这样的一个数据仓库 你就知道 为什么有这个维度思考 而且有些维表可以复用 好吧 就是这个点 数据仓库能干什么 然后另外数据仓库的特点 面向主题 有各个右线各个部门 但是数据集成 通过ETL收取 各个右线的收取 当然是集成的 所以它的稳定性 还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它一定时间不变吧 它只是在这个数据仓库的结构上 进行一个更新 今天T加1的加载 明天T加2的加载 都可以啊 对吧 然后随时 同时它因为有T加1 T加2的加载 T加0的加载 它还可以什么 实施更新 这个更新跟它的不变 上节可讲过了 不变是指一定时间以内的 数据结构的一个稳定性 变是因为它时间 数据一直在生成 对吧 另外 我们这个数据发 数据仓库这一章 还要了解数据仓库的发展的历程 从1.3号最早 发展到数据集市 发展到数据仓库 发展到什么 数据的弧 发展到数据平台 数据智能中台 对不对 好 第二个我们还要懂什么 第二个我觉得还要懂 数据库与数据仓库的区别 数据库是一种软件吧 对吧 所以放里面可以放一些物理结构的表吧 数据仓库刚才讲了 对吧 好 还有一个我们还要懂 就是数据仓库的四层 我应该能画出来 ODS层 数据结合层应该能画出来 然后还有就是数据仓库 Data WarehouseSize这一层 这是第二层 对吧 第三层的话 你就是觉识知识层 对吧 就是你可以把它叫做这个 MD层吧 觉识应用层是不是分主题去应用 对不对 然后在上面层是不是IP层 好吧 你要知道它分成这种 分成这种四层 你能画出来 好吧 另外的话就是一些专业术语 专业术语 什么叫ODS Operation Data Service 然后叫DW是什么 Data Warehouse 就是什么叫MD MD就是Mark 叫Mark这个Data 对吧 然后DWD是什么 DWD这边我给大家写了 对吧 就是D就是代表detail 设计详细层 好 这边就是 还有一个数据仓库中有一个 另外一个D叫Dimension Dimension就是为那个英文的那个D 这个我们要记住就行了 还有一个MID 有时候叫MID MD的话 设计集市层 然后MID的话 那个I是代表index 它是一种引用嘛 设计 设计集市 设计集市 实际上它就是引用不停的主题的集市 好吧 好 我们还要知道数据 原数据 原数据 又原数据 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叫做 所以MID数据上 每一层的数据 那些字端表都可以叫做原数据 你只要区分出来 三连数就研究行了 但是原数据 一种是业务原数据 一种是技术原数据 对吧 好 还要懂什么 还要懂就是 原数据怎么用呗 对吧 原数据怎么用 我通过社会去查一下 表里面的数据 有没有更新 这就对原数据的应用 好吧 还要懂 新型模型 新型模型 刚才给大家讲了 对吧 新型模型 大数据的关系也要懂 然后这个是最开始讲的 新型模型 新型模型就这样 事实比较日期 他有这种学化模型 学化模型是在新型模型的 技术上发展出来的 也要懂 对不对 好 所以的话呢 就是 就是一波数据仓库的产品经理 如果 能够懂数据仓库 同一道一部件 能够优化数据仓库的性能 数据仓库的性能的优化 主要是靠大数据的数据 就是靠哈德普这一套 哈德普这一套的话 不仅仅是哈德普 它是包含了flink sboxdream 这种很新的很前沿的计算机 包含阿里巴巴的databox 这边我可以看一下阿里云的 阿里云的数据 阿里云的话呢 阿里云上的话 有这个databox 我们看一下 数据库对吧 然后这个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看一下 阿里巴巴他帮这个大数据 跟人工智能是结合了 他这里面的话 大数据的话 看到没有 databox 我觉得他databox 特别像我给大家画的 这个这一套的话 这一套的话呢 在在京东啊 二月老板 在我自己经历一家的工作 他不叫databox 但是他这一套处理的过程 在他这边就叫databox 好吧 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为什么有这种关系 大家一看这个flink flink 你就知道了 因为他在贡献 为这个开源设计做贡献 他在借鉴flink的逻辑 在改造成自己的产品 好吧 人家也不叫操 人家就是借鉴嘛 对吧 你看他也有 人家的mapReduce 不叫mapReduce 人家叫emapReduce 他也有他的逻辑的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 写的mapReduce的三个函数 有可能到他这边 他就变成两个函数 变成四个函数都有可能 好吧 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这些结合起来 这是今天 如果我跟他讲的 你应该掌握的这十来点的话 能够完全掌握的话 我们这一张 就没有白白的给你汇报 好 那我最后 背后的话 我们来个 我讲了我自己的实战经历 我真的是给他当过这个外员 好吧 他之前说起床的时候 真的是找了我 然后 那我们大家也计算一个 就是时下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在疫情期间 买菜 买菜的app也有那么多 但是买菜的话 早上都得起来抢 对吧 有些app 还买不到 你就可以发现 有的app 他的这个收藏做的就很好 有的app做的就不行 那么找一个dommelio的 好吧 dommelio的每日优先 类似的企业 让你写清楚的写清楚 这个数据仓库产品的解决方案 是什么 每日优先 他是没有一个强大的数据 数据动态 没有一个好用的数据仓库的 他的大数据 可能跟阿拉莫比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跟美团跟阿拉莫比 更有距离 所以他每日优先的话 数据仓库的解决方案 你就要包含数据仓库的搭建 和他的数据的处理 另外的话 你甚至可以写一下 他有没有必要件数据仓库 因为每日优先融资融了那么多 到底现在还是亏钱的 老板压力也很大 再购建数据仓的话 这种研发部门 又是公司的消耗部门 又不是销售部门 销售部门是营业部门 这种IT部门是消耗部门 所以有没有必要性 你要先讲明白 有没有必要性 我给大家讲过了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你就看 判断一下数据仓库 每日优先有没有 这一批的话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判断一下 每日优先类似的企业 有没有自己的OLTBC 就是有没有这些OLTBC 然后第二个 行业的压力大不大 第三个数据密不密集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我自己办公室旁边楼下 是有一个这个每日优先的这个 这个他们叫社区仓 三公里仓码 是有一个 我跟河马比较了一下 我一直有一个 我旁边还有一个巢子是 丁咚 丁咚买菜的啊 他们这些梁老板的这个这个 每日优先的 然后每日优先有一年 总结叫那个叫什么王强 对吧 叫什么 然后就是他们这么多 进行这么大 对这个需要吗 对吧 但还不还不盈利 所以有没有必要性 你可以判断一下 这个多件数据仓库 然后写篇什么呢 写篇不超于2000字的这个文章 如果你写的好 你可以发表到 你可以发表到什么呢 发表到我们这个开个吧 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平台叫产品100啊 产品100 大家都知道这是疫情 很多科学家 他们愿意派调 写论文 你也可以把数据仓库 当中派调来写 然后写的好 可以发表到产品100上来 你可以找我们那个 找我们那个平台上的一些老师 然后让他去给你发表上去 好吧 就是你写完这篇文章 也可以打到你个人IP 就这个我是这样的 为大家考虑的啊 产品100 产品100 看到吗 他有这样一个网站 你可以去投稿 你写的好的话呢 可以可以去投稿好吧 让我们的老师 重点帮你打个分 然后投稿通过 你既学会了数据仓库 也能知道数据仓库的大数据处理流程 然后同时你还分析了 这个实战的产品的一个案例 然后你还写了一篇文章 达到个人的IP 一举一键四雕 好吧 今天的话呢 就汇报到这里 然后大家期待我刚才给大家总结了 我在在最后时刻再讲一遍 你一定要会什么 第一 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是干什么的 第三个数据仓库是数据仓库的特点 你要懂 第四个数据仓库的发展历程 第六点数据仓库的四层 你要能画出来 第七点 你要知道这个 就是说各位字母代表的什么意思 比如说ODS啊 什么那个DWMD啊 这些意思你要懂 第八点 你要知道 为什么要对数据仓库分层 第九点的话 你要知道原数据 原数据的利用和处理 第十点的话 你要知道新型模型 学化模型 数据仓库的建维模型 好吧 我觉得知道这十点的话 我这个口水就没有白流 我现在一口水还没喝呢 行 今天就相会报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听 也祝每一位 今天都能过一个好的情人节 好 那我再来回答一下问题 因为今天你们的表现特别好 一直在认真的听 并没有那个讲 然后最后一位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后卫同学对吧 围表那儿还是不太懂 老师有时间案例给我吗 后卫上节课的话呢 设计仓库的上级部分 我已经给你讲了 我怎么建围表了 建围表的话 建围表就是这样 建围表就是通过 通过你自己的这个业务 自己的这个业务对吧 建围表这块 后卫你可以再看一下 建围表 比如说我是用哪吒来举例 然后我们的 我给你写的这个 案例中 又讲了这个 医学界的这个案例 你看下这俩围表能一样吗 这俩围表明显不一样 医学这个案例的维度 是按照医学上的科学 一个真实的一个科学的维度 它就分成了医生故事 医剂 医剂包含什么维度 对吧 这就是你作为产品定理的核心价值了 对吧 所以是按照这个维度来分 那我上一节是按照 哪吒打电子商务网站 用户购买订单 它有物流这个维度 有知识方式 有获印维度 然后有仓储库库存维度 是按照这个维度来分的 然后你就把它建成一个维度表 好吧 如果再不熟悉 可以看一下上集 好吧 这两集是光脸的 好 谢谢你的收听 也谢谢你的提问 谢谢你啊 就每位都有一个好的 那个叫情人结巴 也就每位的话呢 出门都戴一下口罩 因为现在时刻感冒还是很严重的 感冒感冒还是很危险的 我前几天是真的感冒 吃了那个头包以后就好了 就上次课给你们汇报的时候 我是头包吃大宝 他大家都知道那个可以 头包叫做什么 我看一下 头包叫那个 我吃的是那个 达里仙 头包地理嘛 头包地理分散片 不是他上面建议吃一片 我是吃两片 所以当时吃的那个人都吃不了 头包吃饭了 我还不能喝药 好了 今天就会在这里 谢谢你的收听 然后你一定要掌握 我跟你讲的这十点 而且你作为数据产品经理 你也一定要懂这些技术 和自己会写这些技术 有的技术是需要你自己要写的 有的技术是需要你懂的 好吧 再见 从而详细耐力的话 上学也讲了九步数据仓库的九步去搭建 好吧 九步 你可以再回顾一下九步就能搭建出来 再会了 真的要再会了 我去喝口水了 也辛苦了 辛苦 然后然后的话实践出来每一步 再像我写的那样去实践的话呢 我建议你就把这个两千次的文章给完成掉 这是我们的作业 好吧 学庭落地式作业 同样你加油 看好你好 你一定要发表到我们产品一百上来 期待我下一周就能看到 好吧 抓紧去写吧 再会 再会 各位老师再会 群里面我知道还有很多其他的老师也来听课 因为有的老师比较年轻 也爱听我讲课 好再会 好 拜拜 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先记一下 贡献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的话呢 我自己看了下同学们的作业 刚才的话呢 也先点名了那些优秀的学员 这些学员的作业的话呢 虽然说不是完全完美 但是至少这些学员是优秀学员 然后它里面的作业是有自己的亮点 另外 另外贡献的问题是什么 贡献的问题就是 首先对 两分 两分